第3981章走狗,走,林涵一把抄起大黑狗,急速离去,现在不是他们去找周运了,而是自己在被追杀,逃得了吗,那中年男子哼了一声,飞腾于空,向着林涵追了过去,老杀财,我们是杀了你爹,还是卖了你妈,都跟你没有照过面,发什么神经,大黑狗反正没事干,便扯开喉咙叫了起来, 关键是,他不但在海,而且还以神式传音,因此,中年男子先是在世海中听到大黑狗这句话,然后又从耳朵里再听到一次,你妈,这骂人还带双重打击的,那中年男子不由大怒,连连出手,但林涵的速度飞快,每一次出手皆是落空,哈哈,打不着啊打不着,你这个老杀财,跟在爷的后面吃屎吧 大黑狗大笑,再次动用了双重打击,那中年男子哼了一声,以神式传音道,你们可知道本座是谁 他只能以神式传音,开口说话的话,由于因素远远不及他们的飞腾速度,后面追的人当然不可能将话传到前面人的耳朵里 知道啊,你不是爷的孙子吗?大黑狗继续语言打击,中年男子的脸色一变再变,这头大黑牛怎的那么讨人厌呢,你就不能说两句人话吗? 他压了压火气,道,本座姓成,而我成家掌握了一门秘书,只要被我们看过一眼,那无论是跑到天涯海角,皆可以找出来 所以,本座劝你们一句,还是乖乖停下,不要浪费时间 大黑狗吃了一声,道,看爷的口型,滚,你,妈的 中年男子只是冷笑,你们的一切资料,本座都已经回传家族 很快就不只是本座在追杀你们,整个成家都会运转起来 林涵对这个中年男子倒是无惧,他又不是没有斩过生丹圆满的 而此人的实力也不过九重天,根本奈何不了他 但是,要是在江富虎阳给引出来,那就不好办了 本座也真是佩服你们,居然敢得罪了地族 中年男子说道,一边急追,这是心理战,要勾起林涵和大黑狗心中的恐惧 不过是一个庞之地族,有什么好怕的 大黑狗负责骂战,道是你们成家,听你说的这么牛逼哄哄 结果却甘心给一个庞系地族做狗呸,做牛,也鄙视你们 能够为地族办事,那是我们的荣幸 中年男子说道,居然不以为耻,凡以为荣 如此无耻,大黑狗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在他看来的痛点却反倒是人家自豪的地方 那还有什么攻击的意义,反倒是在夸赞了 老杀财,来追啊,追到爷就收你做儿子 大黑狗又开始耍起了无赖,这才是他的专长,可以让人气得蹊跷生烟的 果然,那中年男子越听越怒,一张脸也是越来越难看 本座城东兵发誓,逮到这头贱牛之后,定要一口一口,全部吃掉 能够鸡的一鸣声丹静强者如此生物,大黑狗的功力绝不是盖的 哈哈,爷肚子里还有一坨屎,你是不是也要一起吃了 大黑狗大笑,他才不知道什么叫做粗俗,张口闭口就能让人抓狂的 城东兵顿时脸色乌黑,他刚才还在那发誓,要将大黑狗给吃了 可转眼人家就问他还有鸵屎吃不吃,这也太特马贱了吧 贱牛,你找死,他气得浑身冒火,化成了一个火人 哟,老杀财,你怎么突然就烧了起来 大黑狗故作惊讶,咦,你不会吃得兴起,想将自己也烤了吃掉吧 牛逼牛逼,你真是牛逼,这样的吃货真是让爷佩服的五体投递 城东兵已经将耳朵封了起来,不去听大黑狗的话 但是他无法封闭试海,因为他还要和家族的人联系 因此,他还是得承受大黑狗的语言攻击 他已经懒得说话,只是冷冷地盯着大黑狗 这已经是一头死牛了 嗯,灵寒突然一皱眉,他的神石已经捕捉到 正有七道身影分别从前方,侧方迅速向他接近 好像张开了一张网,现在正是收网的时候 城家其他人,很有可能 城东兵一直通过新网在联系家族之人 所以,这么久过去,城家人通过捷径 从各个方向扑过来也很正常 不过,因为距离太远 他也只能感应到有人过来 但并不能确定这些人的修为 他默然停了下来,再跑并没有什么意义 只会落进包围圈中 咦,城东兵亚然,没想到灵寒会突然停下来 难道,对方意识到了 不过,那也没有什么 反正族中高手已经到了 包围之事已成 小子,怎么不跑了 他淡淡说道,充满了优越感 灵寒不语,既然有大黑狗在 他就不用负责拉仇恨这个任务了 只是一会,只见七道人影出现 皆是看上去五六十岁的半老头 咦,不对,居然有一个年轻人 看上去顶多二三十岁 生命活力十足 灵寒重点向着这个年轻人看了过去 从对方散发出来的气息看 此人应该是升丹圆满级别 呵呵,来,介绍一下 城东兵见灵寒盯着那年轻人 不由露出了笑容 这是我们成家的天才,叫成雾 修炼不过八十载,就已经是升丹圆满了 雾尔也必将是我们成家投一个突破真我尽的 日后将为成家开创一个新时代 灵寒吃了一生,到 原来已经是七老八十了,还装嫩 成雾横了一生,投一个杀了过来 一拳轰出,神光闪动 化成石树道光剑,向着灵寒打了过去 灵寒挥拳相迎,砰,全力碰撞 他的力量立刻崩碎 而成雾的光剑却还是在 继续向着灵寒射去 扑扑扑,漠不打了个结实 不过,这种纯粹的能量打击于灵寒来说 却是小意思 只要不超过唯一先顶的承受极限 轻松就能化解 持重天左右的力量 灵寒立刻在心中说道 已是对成雾的实力有了直观的了解 他淡定非常,但成雾确实露出了强烈的震惊之色 这是什么注顶镜啊 第3982张展一人,走 是不是很吃惊啊 大黑狗笑道 这就是我家小弟的实力 你们一个个都把屁股洗干净 也待会要去一个个踹 此子确实有些古怪 程东斌说道 本座刚才打了他一掌 可力量却如泥牛入海 难怪有弟子要拿下他 一名成家强者点头 眼神中有贪婪之色 程东斌立刻警告道 这是弟子要的人 不要动别的念头 那成家强者一领 眼神恢复了清澈 要是感结地族的狐 那天上帝下没有人就得了 成雾沉吟一下 用兵器 他能够化解力量 但并不一定可以化解兵器之锐 靠 这装嫩的还挺有眼力的 灵寒不动声色 唯一仙顶只能化解力量打击 但遇到锐气以刺 削斩打出的攻击 这化解效果就不尽如人意了 嗯 程东斌等人都是将兵器寄了出来 有的是刀 有的是剑 但也有棍和锤子什么的 皆是三星法器 度是大的 狗也没有用武之地啊 大黑狗向灵寒传音道 灵寒摇摇头 不用你出手 我随便应付几招 咱们就溜 好 大黑狗点头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咻咻咻 程东斌等八人皆是同一时间杀了过来 以力气轰向灵寒 煞气冲击 嗡 顿时 哪怕是生丹镜又如何 八强者皆是身形一致 陷入了短暂的制色之中 灵寒趁机杀了出去 他盯上了一名最弱的生丹镜 上去就是大招 图神术 这是准地数 再配合九阳天津 其实就目前阶段而言 这威力丝毫不输地数 再加上他还用上了毁灭能量 双手之间舞动着黑色的能量 扑 他双掌齐拍 按在了那长家人的胸口 肉眼可见 那人的胸口立刻陷了进去 而灵寒的双手掌居然从另一头探了出来 毁灭能量本来就可毁灭一切 再加上图神术的恐怖 一级之威强的法指 直接秒杀了一名生丹镜 当然了 这也只是一名生丹中席 灵寒一级的手 毫不恋战 继续前进 一瞬间之后 承家七人已是恢复过来 看到一名族人竟被轰杀 让他们齐齐怒法冲冠 该杀得饿死 承东兵立声喝道 双眼中如玉喷出火来 大黑狗则是大笑 老杀财 就是爷的兄弟站在你的面前 任你轰袭 你又敢杀人吗 承东兵不由气势已弱 他敢杀人吗 当然不敢 灵寒可是父虎羊点名要的活口 他敢为你一名地族吗 所以啊老杀财 以后少吹吹牛 大黑狗善了善提子 很丢人的 承家七人都是气死 这杀了他们的人 居然还敢冷嘲热讽 这头贱牛 一定要剁成碎片 嗯 不能让他死得太容易了 至少要临时个半年 大黑狗则是看向林涵 道 奇怪 人明明是你杀的 为什么他们这么恨爷 这话虽然是对林涵说的 可他却是以神式传音的方式 让承家其他人都是听得清楚 顿时 承家人当然更加愤怒了 别这么冒火地看着爷 那不能将爷烤成牛排 大黑狗进行嘲讽 得意洋洋 林涵还是遁地 将追兵甩掉 但是正如成东兵所说 他们擅长追踪之术 仅仅只是过去半天 承家又出现了 交手几招之后 林涵就开始撤退 承家也学乖了 非常注重对于族人的保护 尤其是成物 他受林涵的影响最小 因此 在煞气冲击之后 他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向着林涵出手 将族人给保了下来 丁一 这一次你休想逃掉 成物淡淡说道 我还开启了新网直播 你被一路追杀的丑态 会被所有人看到 咦 这老小子玩得很挺溜的 大黑狗笑道 兄弟 你的注意一下形象了 全宇宙的人都在盯着你看脸 林涵淡淡一笑 并没有放在心上 首先 他用的是假身份 第二 一个柱顶被七个圣丹追杀 这有什么好丢脸的 要丢 那也是成家的脸 对付一个柱顶居然要让七名圣丹联手 杀 成物 成东兵都是一时法器杀了过来 这让林涵都有些头大 毕竟唯一先顶只能化解纯粹的力量轰击 他的肉身还没有强横到可以抗住高一阶法器斩杀的地步 走 林涵直接转身 不站而去 小子 你不是很嚣张吗 来站啊 跑什么 成家七人都是展开言语攻击 似乎觉得不能让大黑狗专美于钱 不过 他们明显打错了主意 大黑狗是谁 损人界的霸主 只说言语攻击的话 他说第二 没有人敢说第一 七人连嘴又如何 大黑狗展开舌战 进行对骂 一开始成家人还有些海嘴之力 但骂着骂着 他们就败下了阵来 根本不敌大黑狗之剑 人家可是骂了几个纪元练出来的实力 着实不是成家人可比的 最后 成家七人都是乖乖地闭上了嘴 只是闷头追杀 这通过新网直播了 所有人都是看到了这一幕 都是对林涵的武力只表达了震惊 他们西天狱真的出了一个 足以与林涵对抗的妖孽 然后他们一个个在心中警告自己 若是遇到那头大黑牛的话 能够动手就千万不要动嘴 大声声将自己气死也不一定 追逃 追逃 这好像成了不变的主旋律 咦小韩子你在往哪里跑 大黑狗看到林涵一直在绕圈圈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心体的意思 当然是去找周运了 林涵淡淡道 嘶咱们后面追着七个人 而且还可能有更多的人在埋伏着 你还想去找周运 大黑狗吓了一跳 这不才好玩吗 林涵笑道 你真是个疯子 大黑狗评价道 不过狗也喜欢 林涵故意迂回绕行 不让成家人猜得到他的目标 只能在后面通过蛛丝马迹来追踪 这一天 他再次甩脱了成家人后 回到了广云城 周运还在这里 并没有离开 第3983章拜周运 林涵进城 这次就没有人再来阻他了 他大步而行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只取周运所在的客栈 林涵不知道周运来这干嘛 两人之间也没有什么仇 但对不起 谁让你来了 没多久 林涵就来到了客栈门口 他微微一笑 大步走了进去 神势张开 他只是扫了一下 便定位到了一个强大的神魂 虽然只是注定级别 但能量滚滚 十分惊人 周运 他开口 轻轻喝道 但声音却是穿透了层层墙壁 何人 周运见面 呵呵 想和你切磋一下 林涵说道 没空 周运直接回绝 不敢 林涵激将 你配妈 周运则是反问 林涵叹了口气 然后露出笑容 原本无缘无故揍你一顿 我还有些愧疚 但你这么嘴贱 我就可以揍得心安理得了 你这是打哪来的勇气 周运冷笑 林涵已是走到了周运所在别院的外面 一拳轰出中 砰 院墙顿时崩碎 顿时 周运跃了出来 而其他人听到动静也冲了出来 大胆 竟敢来我马家的地盘闹市 一人立鹤道 林涵随手丢出几块道石 不好意思 我赔 那人并不接 只是盯着林涵 冷然道 你以为 我马家的面子只值这几块道石 林涵不再理会 他没有时间浪费在阿猫阿狗的身上 咦 这不是丁一妈 还真是的 他不是在被成家追杀吗 嘶 被成家追杀 还跑来挑战周运 有人认出了林涵 不由地惊呼起来 马家那人原本已经要出手了 可听到众人的议论 不由将跨出去的脚又缩了回来 他虽然也是注定 但和林涵这种妖孽比起来又差了多少 所以 他若出手 肯定是自取其入 算了 反正就倒了一面墙 修修就是了 李氏丁一 周运亚然 向着林涵看去 不错 林涵点头 哈 都说你的战力可比升丹 但我不信 周运露出一抹嘲讽之色 注定的极限又怎么可能触到升丹的战力 我看过直播 你只是跑得快一些而已 呵呵 这是打哪来的自信 林涵大步向着周运走了过去 那你就来领教一下 怕你不成 周运淡淡道 他原本不屑与林涵交手 但听说是丁一之后 终是萌生了战役 林涵一直点出 速度极慢 对付一个柱顶 他真的不需要认真 反倒要控制着力量 别用力过度 将人给轰杀了 周运则是脸色一变 你这是有多么看不起我 他大喝一声 一拳向着林涵轰了过去 砰 这一拳还没有打到林涵身上 只见周运便飞了出去 砰砰砰 至少撞穿了十几道墙 这才将冲事用尽 趴地一下 摔倒在了地上 嘶 浩强的战力 传言非虚 丁一真的拥有声单净的战力 可以与北天狱的那妖孽战一战了 我们西天狱也出了一个妖孽 众人都是感慨 丁一的传说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只是好多人都不相信 现在眼见为实 让他们激动不已 林涵一笑 转身离去 终于将周运车翻了 虽然只是一级的事情 但因为傅火阳 程家的关系 居然拖了这么久的时间 他通过传送阵离去 如此一来 程家即使掌握了追踪秘书 也得先猜到他去了哪个星体才行 这至少可以为他赢得两三天的时间 很快 丁一打败周运的消息就通过新网传遍了新语 丁一能赢 这在大家的意料之中 毕竟这家伙已经展现出了不弱于林涵的恐怖实力 但是 在被程家追杀的时候 他居然还能抽空去打败周运 这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据说 有几个圣地都是对林涵起了兴趣 但是碍于傅火阳 并不敢轻易对林涵伸出橄榄枝 这真要得罪了一个地族 那可不是说着玩的 是的 傅火阳只是一个知系族人 但架不住有些地族就是霸道的不像话 无比的袒护族人 那有什么办法 除非另一个地族出手 才能无惧傅火阳 因此 新网上便有一个声音 希望东陵地族可以给林涵发一张情帖 到时候程家还敢追杀林涵吗 就是傅火阳也得考虑一下 他也只是地族的一个知系族人 然而 东陵地族却是完全没有发声的意思 而这时林涵已经来到了寒风星 他与大黑狗再次改变了形貌和灵魂波动 打算在这里突破圣丹 再回去找成家算账 有仇不报非君子 更何况是林涵和大黑狗的性格了 狗也要努力修炼 尽快踏入圣丹境 大黑狗嗷嗷叫 这些天一直在被人追杀 他憋了一肚子的火 真是带着人就想咬上两口 林涵摇摇头 你至少也要冲上九鼎 如果可能的话 再次是十鼎 我看看能不能帮你何鼎 大黑狗说的也是气话 而且就算他现在突破了圣丹 又岂是圣丹后期圆满的对手 狗爷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大黑狗气氛氛地道 林涵展颜一笑 相信我 成家那帮人受你的气可要多多了 说到这个 大黑狗又洋洋的一起来 那是狗爷的战斗力可不是吹出来的 行了 抓紧修炼 林涵说道 你现在不乏修炼资源 尽快冲上九鼎 好 一人一狗都开始了苦修 压力之下 他们都是动力十足 有林涵这个丹道帝王在 自然不缺丹药了 让他们的修为提升都很快 林涵还在新网上查找 想看看有没有风铃时 为跨入生丹境后的修炼提前做起准备 这真是至宝 大势力都会用在自己的弟子身上 甚少有拿出来卖的 所以 林涵只能失望了 一晃 已是一个月过去 林涵已是将唯一仙顶修到了极致 圆满无缺 他还不死心 想看看能不能修出第二口仙顶 但这真是痴心妄想 唯一仙顶是仙顶中的帝王 根本容不得第二口仙顶的存在 连仙顶核心都无法凝成 那是一种超越天地的道理 不行就是不行 哎 还是冲击生丹吧 林涵无奈地想 第3984章冲击生丹 要让人知道林涵的想法 估计都要骂他装逼了 不是妈 你都修出了十顶 而且何顶了 不突破生丹还想咋的 真要让林涵再修出一口仙顶来 那老天爷兜得吐血了 林涵叹气 他是真的在想修出几口仙顶的 多几口唯一仙顶的话 他的战力可以达到什么地步 可惜 不管是几顶合一 只要合顶了 就意味着走到了柱顶的尽头 唯一仙顶太强大了 根本不容新的仙顶产生 任你再强再有天分也没用 因为这是自己在对抗自己 好吧 开始冲击生丹 这些天他一直在战斗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是不是将境界修得夯实了 这残酷的战斗之下 怎么可能还有境界不稳固的可能 突破生丹的第一步 就是要在其中一口仙顶中孕育出仙丹的核心 再以其他仙顶为养料 滋养仙丹 林涵只有一口仙顶 所以也不用烦恼选哪一口 问题是 怎么形成这个仙丹核心呢 总不能凭空变出来的吧 仙基的基础是天地之力 仙丹的核心则是天地道理 天地运转 星辰诞生 崩叶 世间总有一种道理在支配着这一切 当然了 林涵现在还不够资格去接触天地间的这种道理 这可以称为规则秩序 法则 但不要紧 他不是修炼了高层次能量吗 无论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天道火 又或是从灵徒中修得的毁灭能量 这其实都是天地道理的句话 将能量以某种特殊的形式展现了出来 他现在有许多选择 只需要以一门高层次能量为目标 去抽出那么一丝丝规则 便能以此为核心 构建仙丹 当然了 层次最高的肯定是天道火和毁灭能量 天道火可是天地间的至强火焰 连母精都能熔炼 以此为核心养出的仙丹肯定牛逼 不过 灵涵只是通过自己的观察 掌握了那么一丝丝碎片 距离真正的天道火还差得远离 毁灭能量呢 这层次也高得可怕 对付英魂更是有着奇效 灵涵怀疑毁灭能量甚至比天道火还要牛差 即使双方都在完整状态下 问题是 他只得到了两份残缺的灵徒 并没有拼出毁灭能量的全貌 全哪一个 哪一个都有残缺 都有遗憾 因此 选择哪一个就是问题了 灵涵犹豫了已会 决定选择毁灭能量 无他 毁灭能量层次更高 所以以此为核心修出的仙丹肯定也更加高阶 而且了 圣丹境的第三阶段就是烙纹 何为烙纹 便是以天地规则为纹路 烙印在仙丹上 而圣丹可以捕获的天地规则 其实就是高层次能量 所以 以后他若是得到更多 关于毁灭能量的灵图 将毁灭能量进一步补完 那还是可以将仙丹的品质继续提升的 好 那就以毁灭能量来 灵涵以仙丁为容器 然后沟通高层次能量 仙丹中立刻出现了一丝丝毁灭能量 真的只有一丝丝 因为这可不是对敌 而是宁仙丹 多了万一溢出来一丁点 那灵涵不死也要残 高层次能量冲击之力 秘力根本不好挡 否则何来高层次一说 灵涵要做得很简单 就是不减抽丝 把天地能量抛去 留下最最本源的规则 是的 他没有办法理解规则 但可以用这种方式将规则提炼出来 他分解着毁灭能量 这十分困难 因为这又不能用手用脚的 只能以神魂来 可神魂相对来说太脆弱 被毁灭能量一个冲击 那伤害就大了 还好的是 高层次能量就是以神魂来沟通的 因此 要将之分解也并不是不可能 灵涵的进度极慢 而当最终一丝毁灭能量消失时 他却是郁闷地发现 什么也没有剩下来 这说明 他分解得不够细致 再来 灵涵重新引来毁灭能量 继续进行着分解 这一次 他将毁灭能量拆解得更加细致 然而 小半天过去 他仍是一无所获 方向是正确的 但过程确实无比的艰难 灵涵叹了口气 难怪有太多人被卡在了生丹镜上 虽然修仙丹核心不需要去掌握天地道则 但是 要将高层次能量中的天地道则抽取出来 这一步真是太难了 当然了 这也是因为灵涵要剥离的乃是毁灭能量 层次太高了 天地道则肯定也更加难以剥离出来 慢慢来 这要成为最强 肯定要付出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代价 灵涵一次又一次地抽取毁灭能量 然后分解 可到头来却总是一场空 失败的次数太多了 连灵涵都是有些急躁 静下心来 静下心来 灵涵暗暗说道 这越急越是不可能成功 他耐下性子 继续来 几天之后 灵涵听到了嘈杂之声 然后便见几个人躺耳黄之地推门而入 好像他们是这里的主人 灵涵和大黑狗目前正住在一家客栈的别院之中 独门独户 非常幽静 但现在这幽静显然被打破了 他看了过去 只见这场进来的赫然就是成东兵等人 这都能追到 灵涵立刻站了起来 喝道 你们是谁 凭什么乱场 他现在的形貌 灵魂波动都是完全不同 而大黑狗在里屋 也早已经化成了一头白狼的模样 招牌的铁内裤也忍痛脱了下来 可以说真的是面目全非了 所以 灵涵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 作为一名受害者 这才是应该有的反应 嗯 成家七人 巨是在灵涵的身上扫过几圈 然后根本不理他 大步走进了屋子 开始寻找起来 你们到底是谁 想要干嘛 灵涵在外边叫道 显得又是急又是无奈 很快 屋中就响起了大黑狗气急败坏的叫声 好像洗澡的时候被偷窥了一般 一会之后 只见成东兵西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依然完全没有对灵涵正眼相看 区区筑顶 在他们眼里自然不屑一顾了 奇怪 那儿子应该就在这附近 再找找 毕竟地方大 好 西人走了出去 依然没有对灵涵多看一眼 却不知道这正是他们要寻找的目标 第3985章混沌仙丹 城东兵西人离去 自然不会放弃 而是在继续寻找丁一和丁二 灵涵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怨强处 嘴里浮起一抹冷笑 让这几人在的一几天 他盘坐而下 继续冲击声丹 有了这么一出 他心中顿时升起了紧迫感 像他这样的人 在压力之下是不可能后退的 只会激起更加强烈的动力 来 毁灭能量抽取过来 被他分解 以寻求本质 一天 两天 三天 他不断经历着失败 这一步的跨越好像是无法实现的 让他屡屡碰壁 是不是换了一种高层次能量来解析 不 这个念头只是划过灵涵的脑海 便被他坚定地否决了 他走的是最强之路 明知道毁灭能量更强 还要退而求其次 那即使成功了 他的武道之心也会受到影响 以后在冲击难关的时候 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要避开 让他慢慢地泯然众人 历史上许多超级天才就是这么消失的 不是陨落 而是不再天才了 在追求最强的这条路上 绝不能有半点退缩 继续 他在心中说道 又抽取来毁灭能量 更加用心地去揣摩 又失败了几次之后 灵涵突然发现 当能量去尽之后 居然还留下了一粒光 光怎么用一粒来形容的 可事实确实如此 这是一粒小到无法形容的光点 明明并不璀璨 却给人一种耀眼无比的感觉 灵涵不由激动 这就是毁灭能量背后的本质吗 啪 没等他去研究 这光点就暗淡了下去 而灵涵隐约看到 这是一个残缺的符号 再来再来 这下 他一下子信心百倍 他不乏动力 不缺斗志 但看到希望之后 自然会信心更足 再次招来毁灭能量 然后一丝丝地解析 最后 那光力又出现了 不过 他并没有进步 这远远不够 灵涵继续来 再次抽来毁灭能量 解析之下 最后出现了两个光点 很好 灵涵不断地尝试 每一次皆是用心之极 而他分解出来的光点 也越来越多 从两个到三个 再到五个 十个 当达到一定的量之后 灵涵发现光点之间 竟有联系 可以排列组合 他尝试着去组合 但光点暗灭得太快 留给他的时间 少得可怜 这其实很让人抓狂 因为要组合光点的话 得先把毁灭能量分解 这就需要极掌的时间 和极大的耐心 还得在整个过程中 全程保持专注 灵涵心平气和 在该冷静的时候 他就是可以做到 心如骨颈不波 他重新抽取毁灭能量 继续着他已经重复过 很多次的过程 光点浮现 灵涵迅速进行组合 失败 没关系 灵涵的嘴角露出笑容 他在进步 因为他已经成功组合了一些光点 他们的暗灭速度 要比其他的光点慢上一些 灵涵现在倒是真的起了兴趣 而不只是为了冲击生丹 又是几十次后 只便发生 灵涵将光点全部组合之后 只见那光滑吞去之后 那些符号居然没有消失 而是组合成了一个 更加复杂的符号 这不应该说是符号了 而是符文 秩序神文 灵涵无法看得清任何一条纹路 却只见那无比的玄妙深奥 代表着天地间的某种智力 成功了 他抽取出了毁灭能量的核心 可惜 他现在的境界不够 只能解析出秩序的一角 却完全无法理解 去运用 唉 灵涵叹了口气 旋即又振奋起来 不能理解是境界问题 完全没有办法 但是 解析出了这个秩序符文之后 他终于可以再进一步了 灵仙丹 他以这个符文为核心 抽取仙顶之力 进行温养 丝丝能量汇聚 这个符文渐渐丰满 不再可见 好像重新变成了能量体 却不再是毁灭能量了 而是在慢慢向着球形的方向发展 仙丹核心 当然了 这还太脆弱太小了 需要继续温养 真要用这样的仙丹去和别人战斗 估计打着打着 仙丹便会自己碎了 一天 三天 十天 时间过得很快 到了第十九天的时候 灵涵只觉是海中一闪 已是多了一道金色人形 向着他的仙丹核心就斩了过去 天结星魔 灵涵完全无惧 神是化成人形 挥拳迎了上去 他心智坚定 不为外物所影响 砰砰砰 几百拳打过去 金色人形便被生生打碎 化成了纯净的天地能量 滋养着他的灵魂 上天是公平的 你要突破 他将心魔去干扰 败则身影倒消 成则灵魂受滋补 灵涵没有在意 继续温养着仙丹核心 又是十二天之后 灵涵停了下来 仙丹已成 在他使海鲜顶中 有一颗看上去仅有核桃大小的圆球 好像是由混沌形成 完全看不真切 而同时又有一种古老无比的气息 就好像那远古仙门 这是当然了 灵涵仙丁的源头 就是仿远古仙门的仙基构成 以此孕育出来的仙丹 当然也继承了这一特性 还有一道雷霆 在仙丹的周边环绕 这是混沌神雷 据说 天顶突破的话 修出的仙丹是青铜色的 称为铜丹 而四顶至六顶突破 修出的是银丹 七顶至九顶修出的则是金丹 我是十顶合一 为混沌仙丹 咦 那九顶合一 又或是十顶 修出的又是什么仙丹 灵涵有些好奇 但无论是什么丹 肯定都比不上他的混沌仙丹 生丹 成 灵涵长身而起 这次突破足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可称漫长 小韩子 你成功了 大黑狗也在苦修 看到灵涵突然站起来 立刻欣喜无比 一下子就蹦了起来 灵涵一笑 成功了 他右脚抬起 是他在空气中 惊人的一幕出现 好像空中真的有一道台阶似的 让他踏得稳稳当当 然后左脚也跟了上来 步步登空 凌空虚度 声单静 大黑狗哈哈大笑 好 咱们立刻去吊打成家的王八蛋 灵涵也是一笑 不急 我的先适应一下现在的战力 他的基础太夯实了 不用担心刚刚突破会境界不稳 但是 他确实的先适应一下自己的战力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 第3986张复仇 林涵飞出了城市 在山间大爆发 将一门门先数轮番使用 取久之后 他停了下来 他现在的原始力量是八重天 这次突破 他整整提升了五重天的力量 可称恐怖 要知道即使是风际形这样的绝顶天骄 跨出这一步也只是提升了三重天力量 九顶和十顶合一真是差得太多了 力量是一切的根基 在八重天力量的支持下 林涵若是运转尊者级的宝术 他的战力就可以冲上九重天 用圣数的话 则是十重天 他现在要吊打普通声单圆满的话 那就不需要再动用圣数了 或是等混沌神雷的爆发 而是只需要运转尊者宝术就行了 说到极限战力的话 妖猴拳图神术都可以让他发挥出十一重天的战力 而混沌神雷的话 十二重天 关键是 他不但极限战力惊人 还有别的手段可以削弱对手的战力 比如煞气冲击 比如混元仙丹压制 这可以削了对方几重天的战力还不知道 但此削彼长 等于是在提升灵寒的战力 也就是说 只要会被煞气冲击 混沌先丹影响 那么 灵寒的极限战力就会超过十二重天 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他才刚刚突破升丹啊 灵寒露出笑容 果然 大境界的跨越带来的战力提升真是太大了 他没有第一时间回去 而是祭出了混沌集雷塔 开始催炼这件宝物 这可是未来的帝兵 能不宝贝吗 母精本来就有莫大的威能 只是受限于灵寒的实力无法发挥出来罢了 现在被他祭炼 混沌集雷塔的威力也开始成盾的提升 混沌旗的保护力 雷霆的破坏力 都是突破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灵寒想了想 试图将仙顶上的神兽纹应付刻在塔身上 没办法 仙顶是注定要消失的 那么等仙顶消失了 顶身上的神兽图案也会消失 那也太可惜了 所以 若是可以将神兽图案复制在混沌集雷塔上的话 便可以永远地保留下来 还让这件未来帝兵多了一道威能 说干就干 灵寒将想法复诸于实践 将仙顶上的神兽图案复刻 这花了他足足五天的时间 终于 混沌集雷塔上多了石头神兽的图文 他心念一动 这些神兽立刻一一跃出 由混沌器组成 散发着可怕的凶威 这可是由母精的混沌器演化出来的 比灵寒从仙顶上直接打出来还要强大 他大笑 又多了一门制强手段 好 去找程家算账去 灵寒回到客栈 叫上大黑狗 开始去找程东兵等人 但有趣的是 之前他们东躲西藏的时候 程家仿佛不散的阴魂 怎么也甩脱不了 可现在他们要反过来找程家时 程家人却好像都是凭空失踪了 回去 一人一狗通过传送阵 又回到了原来的心体上 可能程家久久无法找到他们 已经回了老家 灵寒关注了一下新网 发现东陵地族的盛会还没有召开 让他松了口气 不然的话 他不愿意万里跑来西天狱不是白费了功夫 看来 东陵地族一直在造势 这到底是在考察更多的天才 还是另有所图呢 陵寒想了一会 将这个问题抛到一边 他现在要干的事情就是把程家给解决了 像他和大黑狗的性格 吃了亏当然就要讨回来 而且得尽快 程家程家 在西广城 大黑狗看着地图 然后指着一脚说道 灵寒点点头 他们都已经恢复了丁一和丁二的模样和灵魂波动 他们毫不掩饰行击 向着西广城而去 可笑的是 他们这么坦坦荡荡光明正大 可一路上居然没有遇到谁 将他们认出 这 唉 其实也难怪 现在是灵寒抓起了大黑狗在天上飞 咫尺天涯展开 他的速度快得惊人 筑机筑顶根本不可能看到他 而生丹静的话 有几个生丹静吃饱了没事干在天上飞呢 小半天不到 灵寒和大黑狗就来到了西广城 小寒子 你打算怎么干 大黑狗问 还能怎么干 灵寒问 有直接干和绕着干两种 大黑狗解释道 直接干就简单了 我们冲上门 推平了程家 而绕着干的话 我们先示弱 从成家的小角色开始干起 然后吸引出中等角色 再干掉 最后再引出大的 这样的话 爽感会一步步提升 最后来一波高潮 对对对 还要在新网上直播 灵寒不由无语 过一会才到 你这样的话 很容易让观众骂我们灌水的 我们平时立灌水 他们爱看不看 大黑狗很光棍 灵寒摇摇头 算了 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浪费 直接上门去 大黑狗叹了口气 表示很遗憾 亏他还琢磨了半天的剧本 但旋即他就兴奋起来 可以去报仇了 他们向着成家走去 不过一会 他们就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府邸门口 红砖青瓦 气派无比 大门口有一排八人的守卫 各个凶神恶煞 好像在说闲人面镜 干什么的 当灵寒和大黑狗走近的时候 那八人顿时齐齐叫喝 大黑狗咧嘴一笑 来找茶的 大胆 那八人皆是大怒 成家可是西广城的一霸 这一人一牛居然敢跑到门上来说要找茶 这是何等的嚣张 咦 一人一牛 八人皆是一愣 猛地反应了过来 这不是大佬门正要寻找的人吗 嘶 他们默不兴奋 这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却是全不费功夫 这一人一牛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太好了 何该他们立下大功啊 我去禀报 不 让我去 我去 八人争先恐后 都想要进去向大佬们禀报 这是一件大功 去报训的人肯定会得到重赏 争得毛线啊 真以为爷是来送死的 大黑狗推出一提子 大门顿时轰然破碎 而那八人也被鱼利扫到 漠不迭了一地 身影惨叫 这还是大黑狗没有动用权力 否则区区寻秘境 又怎么可能承受 第3987张字头罗网还是关门打狗 咦 你突破七顶了 林涵问道 当然 你以为爷这一个多月都在玩吗 大黑狗洋洋得意 七顶 在新网上足以打进前摆了 确实有骄傲的资格 林涵一笑 再接再厉 至少也得冲上九顶 大黑狗刺牙 这真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他虽然冲上了七顶 但也正是如此 他知道想要更进一步的难度 八顶都是够呛 还要九顶 当然 难归难 他肯定还是要冲击的 至少要达到九顶 日后才有成胜的可能 什么人 居然赶来成家撒野 一名中年男子冲了出来 但看到林涵和大黑狗之后 立刻脸色大变 赶紧就回头走 嘿嘿 这么急着走干嘛 也长得很丑 吓到你了吗 大黑狗出手 力量涌过 那中年男子顿时被束缚 明明双脚在迈个不停 却连一步都没有跨出 那人都要急哭了 他可一点也不想死啊 咻咻咻 又有几人飞跃了出来 气堂兄 你怎么了 看到那被束缚的族人 那几人立刻惊呼 一起吧 大黑狗在出手 将新来的人也拿了下来 都不过是区区筑机 怎么可能是大黑狗的对手 心意就被全部拿下 林涵没有理会 大黑狗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反正今天就是来出气的 不断有人出现 但筑机当然是送菜的 哪怕来上几个筑顶 那对上大黑狗这种七顶级别 顶多也就是多花费 个三招两式的事情 大黑狗拿下一个 便将人丢到一边 没一会 就形成了一个人堆 而且越来越高 大有堆成一座小山的架势 也是不是很有艺术感 大黑狗扭头向林涵问 林涵摊了摊双手 只看到了深深的恶趣味 哎 那是你不懂欣赏 大黑狗摇摇头 算了 天才总是寂寞的 爷爷不指望你能懂 书画之间 成家还有人不断地涌出来 当然 全部成了送菜 哼 你们两个还真是胆大包天啊 冷横之声响起 只见成物出现 他双手负在身后 眼神凌厉 我好怕 我好怕 大黑狗人立着 用两只钱提抱着胸口 一边还扭着屁股 铁内裤也跟着晃 反射着光 简直可以闪瞎了人眼 顿时 不少人都有种呕吐的冲动 成物眉头为皱 他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这丁一和丁二敢主动杀上门来 难道他们请来了什么高手吗 他自然不会相信 灵涵和大黑狗是自己修炼到如此高度的 这根本不可能 所以 现在灵涵二人请来了高手 替他们出头 这也合情合理 少平嘴 将你们的身后之人叫出来吧 成物淡淡道 只要人一出来 他就以地足来吓对方 让对方知难而退 灵涵微微一笑 往前走了一步 这一步不只是向前 而且 他还凭空踏上了一截 成物不由地眼珠子一图 好像见了鬼似的 踏空虚力 生丹静 怎么可能 才过去了区区两个多月 你怎么就突破了 明明事实胜于雄辩 他还是难以接受 讲道理 谁突破生丹静 都不得闭关个一年半载的 而这 还是顶级天才的速度 普通天才花个十年八年 都是在正常不过了 老天才 不要用你的平庸来衡量我 林涵淡淡说道 这很符合丁一的骄傲 老天才 成物顿绝心口 好像被人插了一刀 难受 说实话 八十多岁的生丹静一点也谈不上老 甚至 这年轻的惊人 不但是天才 而且还属于高级天才 但是 和林涵一比 他确实完全不够看 差得太多了 哼 我已经是生丹圆满 你不过刚入生丹 与我的差距依然大如天 你哪来的胆子 敢跟我叫板 成物淡淡说道 他可不是普通的生丹圆满 而是极限战力十二重天的大天才 更是成家第一个有望突破真我尽的 所以 他有绝对自傲的资格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 成东兵等六大生丹也纷纷走了出来 看到林涵时 第一反应当然是惊讶 然后露出了杀意 林涵要抓 大黑狗要杀 村子们 是不是很意外 大黑狗大笑 告诉你们一个更加好玩的事情 早在一个月前 你们不是去了一家客栈吗 此话一出 成东兵七人顿时都是色变 原来 那就是你们卫装的 他们纷纷反应了过来 难怪线索到了那里就断了 任他们如何寻找都是不见林涵和大黑狗 原来他们已经乔装成了别的模样 这让他们无法想象 连他们专善追踪的都是无法辨别出来 这卫装之术的是多么高明 林涵大步向前走 就愁心恨 今天就一次算个清楚 小子 你即使踏入了圣丹 又能有几重天的战力 成东兵冷笑 今天 你是自投罗网 正喜 他大喝一声 顿时 整个成家皆被一层白雾所笼罩 哈哈 这本是我成家的防御大战 连真我竟要打进来都得花费 一点力气 成东兵傲然说道 外面打不进来 里面的人想要出去 同样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这一次 你真是瓮中之逼了 林涵只是一笑 为什么不是关门打狗呢 成家七人都是露出了愤怒之色 林涵居然敢将他们比作狗 一颠 大黑狗也是十分不爽 他可躺枪了啊 拿下这小子 成东兵冷然说道 七人齐齐出手 向着林涵杀了过去 这是一个生丹镜的超级天才 不能小事 至于大黑狗则完全不用在意 区区注定而已 一只手便能镇压 七人齐上 向着林涵展开了狂轰乱炸 林涵淡定从容 可以说 之前他就不拒这七人的联手 唯一先顶可以化解六重天以内的力量打击 现在他迈进了生丹 原始力量直标八重天 哪怕他不用仙术 纯粹动用秘力 那想要打伤他怎么也得达到十四重天的战力 这就算是成物也不可能做到 呵呵 这次轮到他发威了 第三千九百八十八张一一阵杀 林涵先是躲闪了几招 这在成家人看来 理所当然 区区生丹出其凭什么与他们对抗 小子 你还是束手就擒得好 免得多吃苦头 陈东斌说道 这次真的是十拿九稳 林涵被困在阵法之中 根本无处可逃 赤妈 林涵摇摇头 盯了一鸣声干净 然后杀了过去 妄想 成物冷笑一声 立刻挡了过来 林涵展颜一笑 挥拳迎上 砰 两人对轰一计 成物顿时脸色大变 林涵这一拳的威力强得可怕 竟是将他生生震退了回去 当然了 林涵退得更多 怎么可能 生丹出其而已 怎么可能拥有十重天往上的战力 几乎可以与他媲美 林涵回过身来 一拳再挥 向着之前的目标打去 砰 一拳下去 那人虽然是生丹后期 可仅仅只是七重天的战力 如何能够匹敌 顿时被一拳打爆了 不 成家六生丹都是惊呼 明明应该是瓮中捉鳖的 可居然被林涵反杀一人 让他们如何能够接受 杀得好 杀得妙 杀的是呱呱叫 大黑狗在一边笑道 两只蹄子拍个不停 剑牛 先杀了你 成东兵忍不住 向着大黑狗杀了过去 但他才一动 便发现林涵已是拦了过来 速度快到他几乎无法捕捉的地步 哼 只见林涵抬拳 然后狠狠地砸了过来 这如天地之崩 让他连挡一下的勇气 都是无法升起 一拳下去 他只觉眼前一黑 已是趴到了地上 林涵飞起一脚 将成东兵踢向大黑狗 交给你了 好咧 看也怎么收拾他 大黑狗接住人 嘴角露出让人寒毛直竖的笑容 成物五人则是脸色惨白 他们终时知道 林涵此番前来 不是背后有高人坐镇 而是他本身的实力就强到可以碾压成家的地步 这下完了 他们还开启了防御阵法 本意是阻止林涵逃跑 可现在呢 这要成为困住他们的牢笼了 都说了你们是渣渣 你们还不信 林涵淡淡道 我在筑顶的时候就不拒你们 现在的话 杀你们一如反掌 成家五人都是在心中表示不服 你要是不怕的话 那为什么老是跑呢 事实上 林涵躲的可不是他们 而是复火羊 现在 你们来受死吧 林涵身形一动 以示强势出手 连手挡住他 再向富少求助 成物说道 他虽然年岁最轻 可修为却是最高 而且还是成家唯一有望冲击真我尽的天才 因此顿时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让其他人一下子就冷静了下来 另外四人都是点头 只要能够拖住林涵 那么等富虎羊一来 那自然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他们联手 向着林涵迎急而去 轰轰轰 双方对拼 余力震荡 让成家人漠不惨叫 这可是生丹级别的对轰 普通的注定根本无法承受 林涵有心试试混沌仙丹的威力 轻轻一震荡 向着五大声担进轰去 顿时 那五人都是脸色巨变 战力一下子就跌落了下来 林涵冲向成雾 一拳挥出 砰 成雾连忙迎急 两人对轰一计 成雾立刻便被轰飞了出去 完全不敌 林涵露出一抹笑容 成雾的战力被削弱了整整三重天 这还是因为对方是生丹圆满 若是境界与林涵相当又或是不如的话 那就不是掉三重天战力的事情 而是要跪在地上 只有匍匐的份 这个结果自然让林涵满意了 相当于让他的战力提升了三重天 便是遇到复火羊 他也完全可以一战 然而 成家五人却都是含义入骨 怎么办 这个对手怎么会变得如此之强 成雾咬牙 我不信 他可是生丹圆满 战力更是达到了十二重天 与之普通的生丹圆满不知道超过了多少 可现在居然不是林涵的义和之敌 这让他简直要怀疑人生 同样是天才 怎么差距会如此之大呢 那又如何 林涵淡淡说道 一边大开杀戒 砰 砰 砰 他的拳下根本没有义和之敌 三拳下去 成家便有三名生丹镜被生生轰杀 图生丹如宰鸡 成家的生丹镜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 此时心中自然只剩下无尽的苦涩 不 成东斌也醒了过来 他被大黑狗踩在了脚下 亲眼目睹生丹镜的族人被林涵如同草芥一般收割着 让他目自欲裂 同时 他也充满了后悔 为什么一门新私地想要讨好复火羊 结果呢 地族的马屁没有拍到 反倒让自己家族的高手几乎死绝 现在哪怕副火羊出现 力挽狂澜又如何 成家可是死了整整五个生丹 不知道需要多少年才能恢复元系 而接下来 他就绝望了 只听一名族人产生道 连联系不上副少 不管是副火羊关闭了连接器 又或是他进了哪的秘境 遮罩了新网信号 总之 副火羊是不可能跑过来拯救他们了 一下子成家所有人都是脸如死灰 怎么办 去关了阵法 能够逃走多少人是多少 成悟通过神是传音道 而要不是有阵法压制 他也想要弃战而逃 现在的话 他只能拼命将林涵挡下来 为族人关闭阵法而争取时间了 林涵一笑 继续出手 图神术张开 一击而矣 成家又倒下了一名生丹境 现在成家只剩下两个生丹 而且其中一个还落在了大黑狗的手里 事实上 就只剩下成悟一个光感司令了 我们认栽了 成悟咬牙说道 阁下 还请放我们一条生路 行啊 跪下道歉 大黑狗在一边叫道 林涵则是没有说话 副手而立 成悟犹豫一下 趴地一下跪了下去 大丈夫能屈能伸 村子 还真是乖 大黑狗笑道 成悟的脸通红如血 这自然是奇耻大辱 他强行压着怒火 向林涵道 现在你满意了吧 满意什么 林涵哑然 成悟表情一紧 显得又怒又惊 你不是说 我只要下跪 就放我们成家一条生路 傻子 那是爷说的 大黑狗在一边见笑道 关我兄弟屁事 第3989章东陵地族的邀请 你们不能这么坑人啊 成悟蒸蒸蒸蒸 脸色因为羞怒而挤欲滴血 同时也有着无法相信 如此天才 不应该一言九鼎妈 怎地那么阴损 跟你们这种喳喳 有什么信誉可讲的 大黑狗说道 然后向着林涵道 也玩腻了 干掉他吧 说完 他一脚踩下 啪 成东斌的脑袋立刻破碎 这就死得彻底了 根本没有燃烧仙丹 重新来过一次的机会 啊啊啊 成悟仰天嚎叫 好像一头受了伤的孤狼 哄 他体内有恐怖的气息沸腾 通体发光 然后向着林涵杀过去 手中法器挥舞 只攻不守 林涵一拳挥出 打在成悟的身上 这一拳十分凌厉 将成悟的胸口声声打出了一个洞 但诡异的是 成悟的伤口居然在迅速愈合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而已 他就变成了没事人 咦 这是在燃烧仙丹吗 成悟真是拼命了 他并没有受任何的伤 却是主动燃烧仙丹 这不但可以让他瞬间恢复任何伤势 同时还将战力提升了两重天 对于普通声单圆满也不过八重天的战力来说 这一下子提升两重天的战力完全是决定性的 可对于林涵来说 区区二重天战力的提升还无法扭转局面 但不得不说 成悟确实很果断 一旦确定傅虎阳无法带来 他就立刻动用了最后的手段 他要死撑 撑到阵法关闭 让他可以离去 这非常牛逼 他的战力原本达到了十二重天 但被林涵的混沌仙丹影生生削到了九重天 现在在提升二重天 还是达到了十一重天的高度 再看林涵 原始力量是八重天 那么即使运转地数也只有十一重天的战力 可地数能够一直运转吗 如此一来 成悟立刻在场面上占据了上风 而且 他手中执着法器锋利无比 也能够对林涵造成极大的威胁 还好 林涵还有煞气冲击 每次轰出成悟都会中招 出现一瞬间的停滞 几乎将成悟的攻击节奏完全打乱 战力上的优势自然难以发挥出来 怎么还没有将阵法关闭 成悟吼道 快了 快了 成家的人说 他们也急啊 终于 成悟又撑了几招之后 阵法关闭了 全部撤 成悟吼了一声 第一个跑路 他才不关心其他人呢 因为他才八十多岁啊 年轻的无以复加 而前途也是一片光明 只要能够逃出生天 大不了在花八十年 他还是可以修到生丹圆满 而且 破而后立 他一定会变得更强 林涵淡淡一笑 混沌仙丹浮现 释放出一股至强至高的气息 顿时 所有成家人都是啪啪啪地 全部晕过去 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只有成悟逃过了一劫 他在追击 咫尺天涯展开 成悟又怎么和他比 他瞬间就追上了成悟 然后双拳连轰 成悟又急又怒 怎地这还是无法摆脱林涵 他现在虽然强 甚至可以勉强压制林涵 但仙丹的燃烧又不是无止境的 当仙丹燃烧殆尽 他的实力就要跌落仙徒 那肯定是死路一条 他怒吼连连 拼命攻击 反正现在除了致命伤都能恢复 他自然不害怕受伤 想用同归于境来下阻林涵 可惜 这种拼命一点也下不到林涵 林涵只需要以星辰光幕裹在拳头上 抵住法器之力 那一粒完全可以被轻松化解 唯一仙丁可以 而有唯一仙丁孕育出来的混沌仙丹也可以 林涵只是动用图神术 混沌神雷 妖猴拳之类都是属于林涵的 现在他是丁一 当然不会动用 他的防着一手 万一有人将这场战斗通过新网直播呢 扑了一会 成悟的气息开始急速跌落 从生丹到柱顶 再到柱姬 再滑落到繁静 这才终于停了下来 啪 这境界跌落得太快 而且之前也没有任何征兆 让林涵也没有意料到 他都没有出手 可因为生丹静的气息太过狂暴 生生将橙物炸成了血雨 这 林涵摸摸下巴 虽然他肯定会轰杀橙物 但这不受控制的局面 还是让他有些小小的遗憾 算了 这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人物 怎么死的并无所谓 林涵回转成家 大黑狗已经处理完毕了 通过搜魂来判断成家的人哪一个该死 哪一个又能留下一命 他们将成家的宝库洗劫了一通 这毕竟是一个生丹静的事例 总是有些宝物的 让大黑狗没开眼笑 说到这一番辛苦终于有了点回报 然后 他们离去 几天之后 林涵突然在新网上看到了一个消息 是东陵帝族发出来的 而这条消息正式发给他的 东陵帝族正式向他发出邀请 请他前往东陵星参加天交会 呵呵 这么晚 林涵知道 东陵帝族肯定是在收到成家覆灭的消息后 这才决定给他发放请帖 还真是看得起他啊 居然要等他摆平了一个生丹静的事例后才肯相邀 林涵看了一下日期 只见这天交会还要半年才会举行 而并不需要现在就去东陵星 只要报一个位置 东陵帝族就会将请帖寄过来 等到了时期 请帖就会自动将人送去东陵星 帝族手段 果然不凡 因为丁怡并没有新网账号 或者说是认证过的新网账号 因此东陵帝族会派人将请帖亲自送到这个星体 就在成家 林涵便在成家等 没过几天 果然有一名中年男子过来 谁是丁一 这中年男子十分傲慢 好像任何人都不放在他的眼里 这是一名生丹静 已经不算弱了 林涵眉头一皱 地族的跑腿都这么牛逼哄哄 难怪傅火阳那么无所顾忌 真是惯出来的 他开口 淡淡道 我便是丁一 中年男子对着林涵看了几眼 点点头到 行貌与新网上一致 但是不是冒充的就不确定了 这样吧 你使一套仙术 让我来鉴定一下 如果此人不是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那林涵也不介意花点功夫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毕竟这也是安全措施 但是现在 呵呵 林涵一笑 我有一种更加直接的办法 第3990张眉脾气 东陵地族的使者一愣 还有什么办法 你来亲自体验一下吧 林涵冲了过来 一拳便向着那东陵地族的使者打了过去 靠 那名使者顿时气的鼻孔都要冒烟了 他可是地族来使 你呀居然敢对他动武 哄 可林涵一拳却是如大星班杂来 破得他必须引导 一击之下 他整个人顿时向后滑退 在地上演出了一道长长的痕迹来 好恐怖的力量 这名使者在心中说道 只觉自己的右手虽然抬着 却已经完全没有知觉了 好像不属于自己一般 林涵大步向前 又是一拳挥了过来 那使者只能换一只手去挡 哼 他整个人再次滑退 眼看着林涵又走了过来 要挥出第三拳的时候 他连忙道 我信了 我信了 林涵这才收手 耸了耸肩道 你看 还是我这种办法比较快吧 那使者已是在心中骂娘 他恨恨地掏出一张琴帖 向着林涵甩了过去 眼中射出着寒光 他本想仗着自己是地族使者 拿下架子 享受一下被顶级天才讨好的快感 如果还能卡要一些好处就更好了 没想到林涵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直接就是一顿老拳打过来 让他的计划全部泡汤 可恶啊 太可恶了 丁一 你可不要后悔了 他还是忍不住道 我后悔什么 林涵淡淡一笑 你的意思是 以后去了东陵帝族 你会使办为难我 呵呵 你未免将自己想得太高了 帝族使者 哈哈 这只是你自己认为的 不过是一个跑腿的 有什么可傲的 我连父虎羊都不拒 还会怕你这种小角色 而且 我这么英姿不凡 未来即可能成为东陵帝族的成龙快叙 到时候 你还得贵赢我 还有一点林涵没说 那就是他根本就是伪装的身份 无论丁一闯出大多的祸 都跟林涵无关 大黑狗则是对林涵比了一下提子 意思是脸色够厚 很有爷的风采 那使者完全蒙逼了 他不得不承认 林涵说得非常有道理 他根本不是地族后裔 仅仅只是一个跑腿的 想要和被帝族看好的人别苗头 配妈 而且 林涵确实非凡 战机恐怖 这样的人极有可能被东陵帝族看中 收为女婿 这又是他可以比的妈 滚 林涵轻喝一声 大使者连句狠话也不敢放 会溜溜地跑了 林涵只是一笑 并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 踩一个小小的奴才又能有什么快感 他要踩 也是踩富虎阳这种 我们现在回九阳圣地吗 大黑狗凑上来问道 现在距离东陵帝族的圣会还有半年时间 林涵摇摇头 我们要是自己回圣地的话 半年时间可能连赶路都不够 没必要浪费这个时间 他顿了一下 又道 就在这里修炼吧 他现在已经收到了东陵帝族的请帖 代表他是东陵帝族的客人 谁要敢对他出手的话 那等于是再善东陵帝族的耳光 谁敢 所以 他现在很安全 这是一道免死金牌 大黑狗一想也对 便没有再说 一人一狗住了下来 每天都是苦修 林涵在新网上高价悬赏购买风铃时 黄天不负有心人 或者说只要开出足够高的价码 没有买不到的东西 终于有人跟林涵联络 他手里有风铃时 两人以新网为仲介 完成了此次交易 林涵立刻开始炼制风铃丹 于丹道帝王来说 这自然毫无难度 只是失败了三次就成功炼了出来 他一边修炼 一边炼丹 用钱生钱 继续购买风铃时 一颗颗风铃丹服下 混沌仙丹的成长顿时加速 而唯一仙顶的融化也在加速 圣丹出席与之前的境界都不一样 属于时刻都能修炼的 因为这不需要借助天地之力 完全是自己的事情 就是将仙顶熔炼 给仙丹当养料 当然了 天地之力越是强大 熔炼仙丹的速度也会加快 但并不会快得离谱 所以 林涵除了炼丹之外 时时刻刻都在修炼 一晃半年就过去了 此刻 林涵的是海中 唯一仙顶的三支族已经消失了 这代表着他升丹出席的进度已是过半 而他力量也有了进步 达到了九重天 如此的话 他将升丹出席修到巅峰 力量应该可以达到十重天 这太惊人了 大黑狗的进步也不小 他冲上了八顶 而且还达到了八顶巅峰 但九顶这一步可不好跨越 大黑狗也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积淀 然后后机波发 看看有没有机会跨过去 嗡 林涵的身上突然散发出光芒 他先是一愣 然后便反应过来 这是东陵帝族召开天交会的时间到了 马上就要开始传送 没有第一时间开启传送 显然是要给他点时间做准备 老黑 林涵叫道 狗也来了 大黑狗跃了过来 林涵一把将大黑狗抓住 以匿力包裹 这样的话 他们便能一起传送了 大黑狗也是满脸的期待 还没有试过这么高级的传送啊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光还在那涌动着 只见一人一牛抱得紧紧的 气氛显得有些尴尬 呃 这传送怎么还不开始 林涵道 不会一直这样吧 大黑狗也开始吐起了舌头来 狗也可不是鸡老啊 而且 就算狗也要搞鸡 那也会去找个小白脸 林涵就想一脚踹上去 可就在这时 那光滑猛地涌动剧烈 咻 林涵和大黑狗便从原地消失了 终于传送了 眼前一花 当林涵能够看清前方东西时 他已经来到了一座广场上 只见四周全是人 有男有女 一个个皆是气势冲天 有着人的神采 够资格来这里的 自然个个都是一方天交了 丁一 一个声音响起 只见傅虎阳从原处飞掠过来 立于天空之中 俯视着林涵 呵呵 傅家的小朋友 不管你们有什么恩怨 在此期间 皆不得动手 一名老者立刻出现 向着傅虎阳发起警告 傅虎阳冲着林涵冷笑一下 这才扭头而去 地族的警告 他不得不当回事 毕竟他也只是出身之脉 并非弟子 第3991章运气 林涵觉得有些遗憾 他很想与傅虎阳干上一场啊 可惜被阻止了 他很低调 毕竟这可是地族 底蕴太深厚了 另外 他也是卫庄之身 被人注意了 仔细观察 认出了真实身份就不好办了 所有人都是被同一时间传送过来的 放眼望去 不少人都是身体发光 有弱神奇 天才还真是多啊 林涵只是扫过一眼 就发现了许多强大的存在 站立皆在15重天以上 而且 他还看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 比如吕永长 比如倪文博 比如汪华藏 众人皆在打着招呼 有几个人太不凡了 形成了以他们为中心的一个个小圈子 无论是吕永长 倪文博 汪华藏 又或是傅虎阳 身边都是围着一些人 就林涵例外 身边就只有一头大黑牛 小子 你这人缘也太差了吧 大黑狗鄙夷地道 林涵呵呵一笑 比起你来 我的人缘应该还是很好的 看看这些人 以几个人的圈子最大 林涵不需要过去 只要听听他们的对话 就能知道这些人的身份 朱承韵 南天玉曾经的注顶第一 如今已是迈进了圣丹 据说一踏进圣丹 就有四重天的力量 强大的不可思议 朱宜休 新网圣丹进排名第四 据说战力可达二十四重天 为东天玉升丹第一人 易元荣 新网圣丹进排名第三 为西天玉升丹第一人 沙阳 新网圣丹进排名第二 为南天玉升丹第二人 不过 独缺新网圣丹进的第一人 同样是南天玉的天才 名为景浩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东陵帝族明明给他发放了情帖 却并没有找到人 这个景浩集有可能正在古迹探索 隔绝了新网信号 也有可能正在深层次的闭关 根本无法出现 这些天才基本有护道人陪同 一个个至少也是化灵真君 现在都是退到了广场之外 并没有参与进来 给年轻人畅诞的机会 东陵帝族举行这么一个天交会 为什么会如此吸引人 能够的修密法当然是一方面 但是这也是天交门扩大交际圈的好机会 这里有哪个不是顶尖天交 甚至还有地族传人 只是有些人太低调 没有人知道身份罢了 想要坐上大交的长教之位 可不光是实力强就够的 还得有足够大的交际圈 因此 种天交才会趋之若鹜 不然的话 就只有一个人可以与持梦涵和修宝术 实力明显不足的人跑来干嘛 现在正是结交友谊的好机会 众人当然要抓紧时间的 不过 这么一个个圈子形成之后 就让有些人显得孤零零的 比如林涵 他身边就只有一头大黑牛 而在不远处 也有一名年轻人独自站着 一副懒洋洋的模样 林涵看了一眼 第一感觉就是此人太平凡了 让他扫过一眼就忽略了过去 但是 真若平凡的话 又怎么可能被帝族邀请过来 那么 明明不凡 却连林涵也看不出来 这就厉害了 林涵发动铜树看了过去 立刻露出亚然之然 这年轻人仿佛一口神炉 体内有恐怖的鲜艳在沸腾 一旦爆发的话 有毁天灭地之威 丁兄 如此偷窥可不好 那年轻人的神意无比敏锐 已是向着林涵看了过去 嘴角露出一抹懒洋洋的笑容 好帅的家伙 一脸的温润如玉 再配上那被懒 估计可以你死不少小姑娘吧 林涵一笑 道 你知道我的名字 我却不知道你的 这有点不公平吧 哈哈 那年轻人一笑 然后道 在下身欲堂 林涵想了想 却没有办法将身性于哪一个大势力对的上号 不过也无所谓了 他交朋友又不在意对方的背景 真凶 他抱了抱拳 大黑狗则是凑了上来 道 你见过池梦涵吗 真欲堂摇摇头 不曾 都说他是心语第三美女 真想见上一见 到底是怎么个美法 大黑狗有些想入非非 真欲堂不由笑 林兄 你这受宠还真是有意思 也不是受宠 这小子才是爷的人宠 大黑狗顿时气急败坏 这时 东陵帝族也有强者出面 让大家准备一下 将要进行分组 进行第一次的筛选 也太快了吧 可没有办法 帝族都已经做出了决定 谁能去抗辩 很快就开始分组 每时人为一组 第一轮测试 就是看各位小友的运气 东陵帝族派出了一名教主级的老者 这足以震得住场面了 连那些护道人都要恭恭敬敬的 运气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甚至最重要的 那名老教主说道 这自然让众天才都是摇头 怎么可能呢 悟性 努力 机缘才是最重要的 光有运气能干什么 那老教主则是淡淡一笑 老夫说的最重要 当然是针对你们这样的天才 当你们有机会迈进四级境的时候 便会发现 想要成胜 那最需要的不是努力又或是天赋 而是运气 而想要成帝的话 那更是得及天下之气运 呃 听着老教主如此一说 众人也无力辩驳 确实 在天赋 努力一定的前提下 运气真的太重要了 所以 第一官便考运气 老教主说道 你们以识人一组 轮流抽签 谁抽到上面写有过关字样的签 谁便能进入下一轮 靠 还能这么玩的 众人都是本能帝想要反对 这就完全与实力无关了 而武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实力 谁的实力强 谁就可以称王 可现在呢 有筑基 筑鼎与圣丹混编在了一个组里 这极有可能让圣丹境的强者 被区区筑基淘汰 太不平宫了吧 老夫已经说了 你们的天赋 努力都是上上之选 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收到邀请 所以 现在要比的 便是你们的运气 老教主说道 也不管众人是怎么想的 他大手一挥 便让考核开始 众人无奈 只好抽签了 这能够和一个地族去抢吗 第3992章先天领宝 哈哈哈哈 我抽到了过关签 第一组抽过之后 立刻就有人惊喜大叫 但立刻遭到同组9人的敌视 连忙又将嘴巴合了起来 他只是注定 而同组可是不乏升单强者 一组又一组 纷纷开始了抽签 这不需要比斗 很快就会有结果 因此 这虽然来了几千号人 但立刻就有9成的人被淘汰 只剩下了区区几百号人 林涵走上前去抽签 伸手一摸 他就退到一边 然后一看 只见上面有两个字 过关 运气不错 林涵一笑 向着深玉堂看去 只见对方也看了过来 手里拿着一根签 向着他晃了一晃 显然 他也过关了 将签给我 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 只见有人走到了林涵边上 要什么随便你开 林涵扭头看去 这是一名看上去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头发微微发黄 一双眼睛则是碧绿色的 而且还有点三角形 显然 这并非人足 而是妖兽画形 林涵淡淡一笑 没兴趣 我是腾蛇圣地的白文轩 这年轻人说道 现在 你有兴趣了吧 林涵用可怜的目光看着他 这家伙傻了吧 你 见林涵非但没有答应自己 居然还一副可怜他的模样 这让白文轩大怒 他哼了一声 就想动手 但手才刚刚抬起 他立刻感觉一股沉重的压力浓向自己 他抬头一看 只见那老教主正笑咪咪看着他 可眼神却是可怕无比 白文轩心中一领 连忙退回几步 他狠狠地看着林涵 他绝对不会就这么算术的 不一会全部人抽签完毕 有许多人觉得不公平是不是 老教主开口 他点点头 好 老夫给你们一个展现实力的机会 被淘汰的人可以进行比武 前十名便能脱颖而出 有兴趣的可以留下来 没兴趣的麻 可以走了 地族行事 就是这么独断霸道 根本不跟你商量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淘汰的人中 可是有不少生担静 数量远远超过了十数 因此 说到比武的话 筑基筑顶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因此 只有生担静报名参加接下来的复活战 白文轩也在其中 他冷冷地看着林涵 以神事传音道 小子 后悔了吧 白痴 林涵回了一句 扬长而去 白文轩真想追上去 但想到横根在面前的可是一个地族 勇气顿时消失得干干净净净 但对于林涵的恨又深了几分 他将这股恨意化为战役 一定要打进前十 然后给林涵一个狠狠的教训 林涵等抽签过关的运气人则被东陵地族安排 在一座灵山的脚下筑下 这座山太神妙了 天地之力浓郁 甚至 山石都是如玉 隐约还能看到石头里还有仙气一动 不是灵山又是什么 不愧是地族 这地方真是太神秀了 有人敢开探 扑 申玉堂立刻笑出了声来 你什么意思 那人顿时不爽了 居然敢嘲笑自己 申玉堂摇了摇头 不好意思 这并非东陵地族 而只是周边在周边 什么 这并非东陵地族 可明明天地之力那么浓郁 而且 此地造化中神秀 便是圣地也比不上 居然只是东陵地族的周边 不可能 立刻有许多人摇头表示不信 申玉堂却完全没有再说您的意思 反正啊 你们爱信不信 灵涵有些惊讶 难道这家伙也是地族 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了解 他们在这里住下 然后便收到通知 三天之后 会有一场新的挑战等着他们 而这才是天交会的正习之一 让他们做好准备 这三天 灵涵与申玉堂几次闲聊 但这家伙看似懒洋洋的 好像也没有什么心机 但嘴巴却是特别的严 根本没有吐露一丁点 关于自己的秘密 就这样 三天时间一晃即过 另一边 复活战也结束了 诞生了十名被淘汰 又被挽回来的识人 灵涵亚然发现 白文轩赫然也在其中 看到灵涵的时候 白玉轩对着灵涵做了一个抹喉的手势 威胁之意明显 丁兄 你似乎得最小人了 申玉堂笑道 呵呵 一拳打翻就是了 灵涵淡淡说道 显得漫不在意 申玉堂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今天 开始真正的天交会内容 老教主又来了 不过 老夫要提醒你们一下 这非常危险 一个不巧的话 你们会受严重的伤 甚至死亡 他顿了一下 父道 不过 若是你们能够坚持下来 收获也是巨大的 前辈 那到底是什么考验 有人问道 老教主一笑 道 天地间 有一些神物由天地自然孕育 有着无法想象的作用 被称为先天灵宝 众人面面相去 不是在说危险的考验吗 怎么突然跑题了 可一名教主及大人物跑题 谁又敢说什么呢 我东陵地族有一株一藤 乃是我族大帝于一万年前从新宇深处亲手栽植过来 历经这么多年 才终于开花 结果 老教主露出一抹缅怀之色 似乎在追忆东陵地族当初的辉煌 虽然现在东陵地族也是新宇中的顶尖势力 但能够与他们媲美的势力却多的是 哪像当初 大帝在世 天下仅从 便是帝族意的恭恭敬敬敬 老教主摇了摇头收起了思绪 又道一藤杰出的乃是一只葫芦 又是葫芦 灵寒顿时有吐槽的冲动 能不能不要这么多的葫芦 这口葫芦没有功法之效 也无法瘟养神是体魄 老教主说道 不过 却是一个连通之道 连通什么 有人大着胆子问 阴间 老教主说道 噗 好多人都是喷了出来 什么什么 阴间 阴魂这东西 于这些天教来说并不陌生 他们大多打过交情 至少也听说过有这样的东西 但生灵死后 灵魂就会被天地之力排斥 进入阴间 理论上也不可能再回来 这是天地规则决定的 但是 阳间与阴间似乎有许多交融的地方 像天海星旧式 当初有无数的阴魂跑出来 甚至让一位圣人因此陨落 足见阴魂的可怕 可这样的连接点莫不是固定不变的 现在 一口葫芦居然可以连通阴间 这的是多么惊人 第3993章进入阴间 老教主继续道 通过这口仙天宝葫芦 可以进入阴间 但只现神魂 肉身是过不去的 而且 这对境界还有限制 只能是真我境之下 之前 我族有年轻人进入 在阴间杀了不少阴魂 有惊人的收获 在那里击杀阴魂 可以滋养神魂 老教主露出一抹笑容 你们都应该知道 当你们跨境真我境之后 主修的便是神魂 而若是能够在现阶段将神魂修得强大 不但跨境真我境更加容易 而且也会让你们在真我境变得更加强大 众人莫不露出兴奋之色 他们虽然也能养魂 但只能通过天才地宝 而什么叫天才地宝 数量多了那是大白菜 凡是天才地宝 莫不惜有无比 所以 这杀阴魂就能壮大灵魂 这确实是难得的机会 林涵也是暗暗点头 之前在白莲秘境中杀阴魂 他还得到了天地嘉奖 洗涤了身体中的暗伤 好处可以说是多多 所以 老教主说杀阴魂可以滋养灵魂 这并非不可能 只是在阴间杀阴魂和在阳间杀不同罢了 不过 老夫也得提醒你们 老教主正容说道 万一你们的灵魂被阴魂伤了 甚至毁灭了 你们的肉身就会成为一具空壳 只会在岁月中慢慢腐蚀 众人都是素然 灵魂是肉身的主宰 没有了灵魂 肉身再强大也白搭 可以想象 进入阴间之后 阴魂必然曝天盖地一般 数量多的法指 而万一遇到圣人 尊者死后的阴魂呢 那杀伤力的有多么强大 愿不愿去 由各位小友自行决定 老教主说道 给你们半天时间考虑 半天之后 还是在这里 老夫会带着先天保护过来 不愿参加的人便可自行离去 众人皆是点头 这个决定确实很大 需衡量一下的诗 甚至和护道人商量一下 灵魂自然没什么好犹豫的 他已经决定参加 别的不说 就他掌握的毁灭能量 他还用惧怕阴魂吗 只是这次过去的是灵魂 灵魂还没有在灵魂状态下 以毁灭能量进行战斗 得先适应一下 但他相信 这应该不难 因为他突破升丹 就是以毁灭能量为核心的 他回去 向大黑狗说了一下 小寒子 你渴得小心一点 大黑狗正容说道 当初阴魂肆虐 天海星都是被打得崩碎 连圣人都是死了一尊 灵寒点头 我知道 你放心 狗爷会替你守护肉身 不会让谁给爆了菊花 大黑狗很快就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灵寒顿时就有种狂踹这条剑狗的冲动 连自己人都能聊得这么火大 那敌人受到的伤害 肯定还要成一百倍了 半天之后 灵寒走了出去 大部分人都是选择了继续 这是难得的机会 但也有些天交在护道人的强烈要求下 选择了放弃 于这些天交来说 变强的途径太多了 没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毕竟 那个地方连地族也无法伸手过去 算一下 有四百多人的样子 很快便看到那名老教主过来了 他身后还跟着九名年轻人 分别是五男四女 皆是风采动人 其中一名女子还裹在了斗篷之中 连一根头发都是看不到 但依稀可以看到动人的身段 让人怦然心动 这是我族的几个年轻人 会与大家一起去冒险 老教主笑道 却是没有将九人的身份介绍一下的意思 不过 众人皆是安心了不少 东陵帝族也会派出族人前往阴间 显然他们是很有把握了 申育堂的目光看向那斗篷女 眼神微微一亮 然后便收了回去 再度恢复了懒洋洋的样子 林涵凑了过来 道 那就是池孟涵 申育堂一愣 道 你怎么会这么想 你告诉我的 林涵笑了笑 申育堂又愣了一下 然后才笑道 你这家伙的观察力也太仔细了 我的小心这点 别所有秘密都被你掏光了 好了 开始吧 老教主取出一口青皮葫芦 然后在猪人的身上扫了一圈 老夫再劝告各位一句 进入阴间之后 举步接迪 所以 各位一定要团结合作 另外 进入之后 你们不会完全处于一地 但相距并不会太远 所以 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到大部队 团结 就是最大的力量 好了 老夫言尽于此 你们好自为之 老教主手指葫芦 道 你们放松 不管采取什么姿势 只要让自己舒服就行 众人皆是盘坐下来 这灵魂离体 肉身就是一具空壳 也不知道要离开多久 那还是盘坐着比较好看 躺着的话也太不雅了 放松 老教主清喝一声 然后在葫芦上一拍 顿时 葫芦大放清光 有一股力量蔓延 形成了强大的犀利 顿时 每个人都是感觉自己神魂飘飘 要从肉身剥离 完全控制不住 羞羞羞 众人都是只觉身体一清 然后就飞舞在了半空中 但他们惊讶地发现 在地上还有一个自己 他们立刻恍然 他们这是灵魂离体了 咻 一个念头还没有转过来 他们的灵魂便被葫芦吸引 向着葫芦口而去 然后便进入了一片青萌萌的世界 继续以极高的速度飞行着 然后 他们便看到眼前的景物又起变化 一片大地在他们面前出现 砰砰砰 他们一个个撞到了地上 都是浑身发痛 古怪 他们现在只是灵魂 怎么可能还会撞击 还会生痛呢 因为这是阴间 规则不同 在阳间 灵魂无形 可以穿墙遁地 但在这里 不好意思 灵魂就好像实体似的 灵寒爬了起来 果然 他们像是一点般落在这里 彼此之间虽然没有相隔太大的距离 但确实每个人都是被分开了 要不要去找别的人 灵寒立刻摇头 他掌握着毁灭能量 灭杀阴魂有奇效 完全不需要与人联手 先来看看他能不能运用毁灭能量吧 第3994章提升灵魂 灵寒沟通高层次能量 亚然发现 哪怕这是阴间 这依然不受影响 他的灵魂现在也化成了人形 双拳上立刻缠绕上了黑色的能量 可以的 灵寒暗暗点头 有了圣丹这一步的跨越 他的灵魂也拥有了运转高层次能量的能力 很好 毁灭能量对于阴魂的克制是超越境界的 在阳间 灵寒完全不可能匹敌真我境 但在这里 真我境级别的阴魂估计也不是他的对手 当然了 到底是不是还在战斗之后才能知晓 灵寒从相反的方向走 远离人群 他一个人的话 来去自如 无牵无挂 他观察着这里的环境 这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山地 但山并不高 地上也没有任何的植物 只有一块块光秃秃的岩石 这里的天空并没有太阳 但也不是漆黑一片 而只是灰蒙蒙的一片 显得无比压抑 果然 这里到处都是阴魂 灵寒还没有走出几步 便看到有前方出现了一道阴魂 看上去像是一头牛 通体漆黑 在这里 灵魂就相当于肉身 因此自然无法外放 感应力差到了极致 直到两者相距不过百丈时 灵寒才通过眼睛感应到了这头阴魂牛 对方也发现了他 立刻转过身来 四提奔动 向着他杀了过来 他张开了嘴 发出一声咆哮 只见伤恶竟是翻过了头顶 夸张无比 这是阴魂 自然不会发出声音 只是一道神式波动而已 通 阴波袭来 钻耳刺心 灵寒含了一声 毁灭能量阳洞 包裹在拳头上 向着那头阴魂牛轰去 看到毁灭能量 那头阴魂牛竟是露出了恐惧之色 然后急速刹车 显然要悬崖了马 然后转身就跑 灵寒亚然 阴魂只有杀戮的本能 有若凶兽 可居然会产生恐惧之念 这毁灭能量的有多大的克制效果 它展开咫尺天涯 猛地爆发速度 已是冲到了阴魂牛的身前 一拳挥出 毁灭能量沸腾 只见那头阴魂牛立刻便被轰杀成渣 这是灵魂所化 没有肉体 自然也没有什么血雨纷飞 而只是灵魂碎片在溃散 但还有一道流存了下来 化成了一点亮晶晶的东西 融进了灵寒的身体之中 顿时 灵寒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强壮了一丝丝 现在它的身体就是由灵魂构成 所以 身体强壮了 其实是灵魂强大了 还真是这样 杀阴魂可以增强灵魂 好 很好 灵寒的灵魂很强大 但绝非同境界之下的最强 因为它并没有针对灵魂做过强化 比如修炼什么秘法 服过什么天才地宝 所以 这一次的冒险对于它来说十分重要 让它可以在以后跨境真我境后 也能立刻站到很高的位置 而不用再跨境这个境界之后再去修灵魂 它继续前进 很快它就看到了更多的阴魂 没什么好说的 一个字 干 它感觉到 自己的灵魂在不断地变强 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让它有一种不想让灵魂回归身体的冲动 因为没有了身体的束缚 它会更加地自由 但这个念头一产生 灵寒就立刻升起了警惕 肉身不能没有灵魂 不然就是一个空壳 但灵魂也不能脱离肉身太久 不然就是无根之瓶 没有肉身 就不会有疲劳感 而且杀阴魂还能滋养灵魂 这是最好的以战养战 让灵寒越战越是精神抖擞 精力满满 完全不需要休息 不过 它还是停了下来 检视了一下自己的情况 这种灵魂壮大的速度太快了 它担心会有后遗症 这一检查 灵寒果然发现了问题 它的灵魂是强大了 却也多了一些杂质 影响了它灵魂的纯净度 灵魂不纯 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可能就不是它自己了 灵寒心中生灵 连忙开始练画这些杂质 还好 现在杂质并不是很多 被它一一排除了出去 很快就让灵魂重新变得剔透纯净 哈哈 终于找到你了 一声冷笑之中 只见白文轩走了出来 虽然它们都是灵魂 但一来都是模拟成了自己的体型相貌 二来灵魂波动也是固定不变的 因此想要认出谁是谁 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 小子 我找你很久了 白文轩冷冷说道 灵寒淡淡一笑 你敢着来送死吗 笑话 白文轩吃了一生 我乃新网生丹禁第87名 战力超过18重天 就算现在只是灵魂状态 你也远远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这是哪来的自信 境界决定了原始力量 而力量则是武者最最重要的战力指标 而灵魂的话 虽然也会被境界所影响 但因为大家都还没有到修灵魂的层次 所以 差距不会太大的 再说了 灵寒之前杀了那么多的阴魂 壮大了灵魂 谁的灵魂更强可不一定 死 白轩文杀了过来 哪怕只是纯粹的灵魂 它也拥有强大的战力 双拳上包裹着神光 那是高层次能量 光明璀璨 对阴魂有着相当的克制效果 哈哈哈哈 我修的高层次能量可是光明系的 专刻灵魂 没有肉身的保护 你能挡我几招 在魂体状态下 武者没有肉身 自然没有办法动用秘力 因此 绝大部分的仙术都是废了 只能动用高层次能量 所以 谁掌握了针对灵魂破坏力强的高层次能量 显然就握有了极大的优势 灵寒没有说话 只是带白轩文杀到的时候 洗拳回营 砰 两人的拳头撞到一起 这都是灵魂凝成 听的就是谁的魂力更强 谁的高层次能量威力更大 一集过后 灵寒和白轩文同时倒退几步 灵魂体一阵波动 好像水波一般 嗯 白轩文露出压然之色 灵寒不但在高层次能量上不弱于自己 而且灵魂体无比凝实 竟也不比自己差 这怎么可能呢 他可是生单圆满 要比灵寒高出三个小境界 等于灵魂要多提升了三次 这居然没有能够让他占到上风 让他怎么相信 第3995章魂数 灵寒则是展颜一笑 果然 这些天他即杀了许多阴魂 滋补了灵魂 有了明显的提升 比之白文轩这种 比自己高出三个小境界的天交易 半点不输 而且 他刚才用的高层次能量 还仅仅只是天到火罢了 就这点实力 还将牛皮吹破了天 灵寒摇摇头 显得十分失望 白文轩怒不可遏 他大吼一声 又向着灵寒杀了过来 光明能量闪耀 他又若一尊战神 灵寒无所谓 随意出手 与白文轩对拼 灵魂状态下 什么武技都是废了 拼得便只是魂力的强度和高层次能量的等级 而说到战斗技巧的话 能够成为他们这样的顶级天才 谁又会入于谁 两人对轰 却始终不分上下 灵光枪 秋 白文轩的眉心裂开 射出一只金色的长枪 璀璨无比 对灵魂更有一种强大的威慑力 这枪是来 灵寒顿时升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若是他还有寒毛的话 此时肯定都已经全部倒竖了起来 安 他大吼一声 佛族密法运转 化成了一道金色波纹 腾 六字明王咒轰上了金色长枪 只见金色长枪的攻势立刻停滞了下来 然后节节瓦解 化成了纯粹的能量 还归于天地 什么 白文轩震惊的无以复加 佛族六字明王咒 李居然是佛族传人 没有了肉身 绝大部分仙术都没有办法运转 因为需要密力的支援 但也有极少数的密法例外 那就是魂术 魂术 以精神力催动 所以 没有肉身的支持还是可以运转 白文轩大经 说到精神层次的斗法 佛族传人可各个都是高手 因为他们就是专门超度阴魂 感化人心的 连人的信仰都能动摇 这精神力的是多么强大 在阴间 佛族传人的战力至少可以放大十倍 难怪对方不过刚入圣丹 精神力变不弱于自己 而且掌握的高层次能量也十分恐怖 那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烟火吗 灵寒哈哈一笑 小以我儿女成群 你哪只眼睛看我像是光头的和尚 他杀了过来 这次没有再用六字明王咒 而是打出了煞气冲击 这同样是神是层面的 不需要肉身异能施展 原来 他其实还是掌握了两门魂术的 在阳间 煞气冲击一打就到 完全无视距离 但在阴间 天地规则不同 可以看到煞气冲击化成了实质 如同一道剑斑向着白文轩打去 这有机可循 当然也能躲闪了 白文轩不知道这一集是什么来头 当然不敢应接 连忙躲闪 但灵涵已经在等着他了 又是一拳砸了过来 天到火熊熊 对灵魂有着巨大的破坏力 轰 轰 轰 两人继续对轰 双方都是掌握着魂术 这杀伤力未必比高层次能量可怕 却可以远端打击 使得无论是进战还是游走 皆能保持强大的压迫 不过 灵涵多掌握了一门魂术 煞气冲击连连 白文轩终视中招 他不由抱头 惨叫连连 精神连依化成了无尽的波纹 灵涵趁机杀了过去 出拳如雨 白文轩也拼命 他大吼一声 体内竟是同时涌出三支金色长枪 灵涵一暗自觉喝灭掉一支长枪 但另两支长枪还是向着他打了过去 白文轩露出一抹冷笑 这可是他的绝招 一直没有施展 就是想要让灵涵认为他已经技穷 在疏忽大意的时候发起绝杀 现在 他终于等到机会了 灵涵冷然 双拳齐轰 各迎向一支长枪 找死啊 白文轩暗暗说道 这可是魂术 专真门灵魂 你却以灵魂体应接 哪怕运转了高层次能量 也不可能将攻击化解穷尽 一级之下 必然被重创 他有着十足的把握 因为战斗了这么久 他对灵涵的天道火威力 也有了很大的了解 绝对不可能挡得下 他的双枪攻击 砰 砰 灵涵的拳头迎上了长枪 毁灭能量涌动中 两支长枪顿时瞬间湮灭 扑 白文轩顿时喷了出来 哪怕现在是灵魂状态 他也是吐出了好多魂光 脸上那的表情啊 不是变色 而是在变形 他本就是魂体 想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 靠 这怎么可能呢 他的大招 居然被灵涵随意两拳就给打灭了 那是什么能量 白文轩露出骇然之色 虽然高层次能量对于灵魂皆有杀伤力 但这种暗黑道超过黑暗本身的能量 却让他的灵魂都在感觉站立 太可怕了 怎么会有这种高层次能量的 灵涵微微一笑 我将之称为毁灭能量 白文轩又急又恨 为什么灵涵可以得到这种高层次能量 他可是圣地传人 为什么掌握的高层次能量完全不能与灵涵相比 但是 在下一个瞬间 他却是转身就走 在这种能量面前 他绝对不是对手 若是逞强战斗下去的话 那唯一的结果就是他的灵魂被轰灭 肉身成为一具空壳 直到耗尽生命能后死亡 他骄傲 他霸道 但他一点也不傻 走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还想跑 灵涵冷笑 身形纵出 向着白文轩追去 不过 灵魂状态下 双方皆无法运转身法 而且天地规则不同 他们也只能在地面上奔行 无法飞天遁地 这就让他们的身法少了许多变化 不是走直线就是绕圈 很好判断 煞气冲击 灵魂平平仰手 打出了一道道煞气冲击 现在他的灵魂非常强大 完全可以经得起这样的挥霍 不断地轰出煞气冲击 白文轩非常尴尬 他是躲呢还是不躲呢 躲 那他就不能保持直线 以两人相当的速度 他会立刻被追上 到时候他要面对的就是毁灭能量 这一想就让他恐惧 可不躲吧 这煞气冲击对他的灵魂有强大的麻痹 为这效果 会让他陷入停滞 哪怕只是一瞬间他还是会被灵涵追上 咻 他疼动身形 躲闪了起来 然后灵魂体发出波动 救命 第三千九百九十六章快速壮大 堂堂圣地天骄 居然被打得喊起了救命来 太可笑了 不过 这也是白文轩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万一有其他进来的人就在附近 说不定便可以救他一命 而且 就算惊动了这里的阴魂也好 趁乱 他才可以逃命 灵魂无怒无喜 身形纵初衷 他已经追上了白文轩 双拳怒轰 他原本只想逼掉地夺哥第一 然后与持梦寒和修一下宝树 然后就打道回府 从此之后 勇埋丁怡这个人 与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可这个白文轩非要惹他 甚至还要轰杀他 那没什么好说的 想让我死者 你先去死吧 白文轩苦苦抵挡 他心中有着大恐惧 因为灵寒并没有用出毁灭能量 给了他巨大的心理压力 羞羞羞 就在这时 只见有七道阴魂出现 看到灵寒和白文轩后 就跟鲨鱼文到了血腥味似的 都能感觉他们在兴奋地发光 与灵寒他们来说 阴魂可以自补他们的灵魂 但反过来也一样 阳魂与他们也是难得的补品 毫不停留 他们就扑了上来 然而 实力太低了 不是筑基 不是筑顶级别 连一个声单都没有 灵寒忠是运转毁灭能量 他不想再拖下去了 轰 他的双拳舞动 只见冲过来的七头阴魂 在一瞬间全部倒下 而余力不消 轰在了白文轩的拳头上 毁灭能量肆虐 只见他的右拳顿时消失 然后沿着手臂蔓延 瞬间就将他整条右臂给毁灭了 白文轩惨叫 但身体一抖 右臂瞬间又涌了出来 宛若无事 但可以看到 他的身体要明显暗淡了一些和透明了一些 不是圣人也能重生肢体 当然不能 但现在的白文轩又不是肉身 而只是一团灵魂 当然想怎么变化都行 损失了灵魂就是损失了 所以他的魂体变得暗淡和透明了一些 甚至小了一号 灵寒却是升起了一股熟悉之感 有能量被他吸收 让他的灵魂变得强壮了一些 这其中 其有七头阴魂的功劳 也有一部分来自白文轩 他被打灭了一条手臂 其实就是少了一部分的魂体 白文轩却是屁话也不敢说 赶紧继续逃命 刚刚终是与毁灭能量交锋 让他深刻地体会到 这种高层次能量的可怕 完全不敌 没有肉身的保护 灵魂在这样的高层次能量面前太脆弱了 等离开了这里 重回肉身 看他怎么收拾灵寒 到时候 他境界上的优势就会尽险 灵寒毕竟也只是升单出席 根本不可能与他对抗 等着 他一定会报仇的 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灵寒冷冷说道 煞气冲击打出 破的白文轩必须躲闪 从而被他追上 一拳爆轰 毁灭能量扬动 对灵魂的克制效果太大了 不 白文轩怒吼 他可是圣帝传人 道子级别 未来即可能继承圣帝道统 可以手握圣系 俯视心语的 而且 他的境界还在灵寒之上啊 这样被干掉的话 他不甘心 太不甘心了 灵寒没有说话 在他眼中 白文轩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没必要浪费唇舌 轰轰轰 在他的爆轰之下 白文轩不断地缺胳膊扫腿 魂体变得越来越小 越来越黯淡 不 不 不 白文轩惨叫 他已经遇见到了死亡 这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他的魂体完全消亡 化为纯粹的天地能量 有一丝则被灵寒吸收 壮大了他的灵魂 这杀人便可以变得强大 想想真是恐怖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不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将灵魂修到尊者及圣至圣集 世间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如此快的提升 肯定会有弊端 我不能贪得无厌 每每有了提升之后 就得回过头来看看 灵魂中是不是留下了隐患 灵寒对自己说道 这种变强之法真是会让人着魔的 太简单了 只需要杀戮就行了 他自然不会停下来 暂时还没有看到弊端 如此诱人的提升之法 他当然不会错过 白文轩已经完全消散 魂归天地 哪怕他的肉身没有受到半点伤害 却永远不可能醒来 灵寒继续向前 猎杀阴魂 又行了一段路后 他发现 有一大群阴魂正成群结队 向着一个方向而去 这队伍虽然不算整齐 但密密麻麻的一片 一眼看过去仍是充满了震撼 这是怎么回事 之前灵寒虽然也遇到了不少阴魂 但一个个漠不跟孤魂野鬼似的 智慧在一定的区域内游荡 可现在明显不同 好像一支军队受到了召唤 正向着杀场聚集 不过 这么多的阴魂啊 灵寒简直双眼发光 如果他现在真的有眼睛的话 立刻杀了出去 如果这里有其他人的话 并会发现灵寒如同飞蛾扑火 又好像羊入虎群 以无比渺小的姿态冲进了茫茫 阴魂大军之中 但是 就在下一刻 灵寒便爆发了 他双拳舞动 毁灭能量疯狂涌动 便见阴魂一片片地倒下 如同稻草寺地被收割 然而 阴魂并没有灵智 虽然近前的阴魂十分畏惧毁灭能量 可远处的阴魂却只是闻到了 阳魂的甜美诱惑 还是在源源不断地挤过来 所以 灵寒完全不用去追 只需要立在原地 会晤双拳就行了 自然有大把的阴魂自己凑上来给他杀 北杀一头 他的灵魂就会强大一丝丝 而他的杀戮速度实在太快了 灵魂的强大速度也快得惊人 绝对比吃了天才地宝还要恐怖 战了好久之后 灵寒终是担心会有弊端 便杀出了重围 向着远方掠去 灵魂在追 但追了一会之后 这些灵魂就停了下来 又回到了原来的路线上 继续赶路 灵寒盘膝坐下 开始驱逐灵魂中的杂志 他明明只战斗了半天时间 但杀的灵魂太多了 灵魂也变得十分博杂 让他都有种迷失自己的感觉 想要一直战斗下去 只为了变强 好可怕 灵寒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 才将灵魂重新变得剔透纯净 好 再去 第3997章有灵智的阴魂 灵寒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只见这阴魂大军没有半点变化 仍是有茫茫一片 无穷无尽 向着统一的方向前进 无比壮观 再来 灵寒杀了出去 再次展开了大战 现在他的灵魂又提升了一大截 杀戮效率更高 不过小半天而已 他的后方已经没有半只阴魂 有一大段明显无比的空白 而在他的前方 则是阴魂成片 全部被他截在了这里 杀杀杀 灵寒长笑不绝 双拳连挥中 杀阴魂如图鸡 太简单了 没办法 这里的阴魂基本以柱鸡 柱顶为主 圣丹级别的少得可怜 原本就远远不是他的对手 更何况他还有毁灭能量 杀阴魂真是太简单了 嗯 灵寒突然一领 因为他感应到后方 正有一道阴魂在赶过来 这非常不可思议 所有阴魂皆是在向一个地方前进 可居然有一头阴魂反其道而行 这端的古怪 而且 这阴魂还格外地强大 冰冷 森寒 灵寒不用扭头 他现在是灵魂体 双眼只是模拟出来的 整个身体皆有感应力 皆是眼睛 他看到 后方正有一头阴魂赶过来 人形态 但头上长着两个巨大的鸡角 足有他一半的身高 而身体也粗壮无比 至少有三丈 身上有一道道锁链 咦 我说怎么魂体出现了这么大的断层 原来竟有阳魂在此截胡 这个巨大的阴魂说道 声音轰轰然地传了过来 灵寒亚然 这头阴魂居然会说话 而且有条有理 开启了灵智 为什么呢 灵寒转过身体 面向那头大阴魂 右手随意向着后方轰击 砰 毁灭能量沸腾 立刻有大片阴魂倒了下去 看到这一幕 那头大阴魂不由露出震惊之色 好可怕的杀伤力 阳魂 你是从哪里来的 他问道 灵寒淡淡一笑 阴魂 你又是从哪里来的 大胆 大阴魂吼了一声 灵魂冲击之下 后方的阴魂皆是摇摇欲坠 他非常霸道 手一扬 刷 一道铁链便向着灵寒抽了过去 灵寒伸手 向着铁链抓了过去 天道火包裹之下 形成了一层保护 啪 他抓住了铁链 然后一拉 顿时将铁链绷得笔直 他不由亚然 因为这铁链并非魂力幻化 而是真材实料 但是与阳间的先经相比又差距极大 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冰寒 突然之间 这股冰寒就向着灵寒涌了过去 瞬间就要冻结他的灵魂 哈哈哈哈 阳魂 你真是自讨苦吃 大阴魂笑道 这可是优寒铁锁链 对于魂体有极大的克制效果 尤其是阳魂 那破坏力就更大了 灵寒燃烧天道火 已是抵住了这股冰寒之力 他淡淡一笑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诞生智慧的 来 被我吞噬 你就会知道一切秘密了 大阴魂笑道 脸上有毫不掩饰的贪婪之色 就如同那些普通阴魂 想要将灵寒吃掉一样 只不过 他就理智多了 智商真是一个好东西 大阴魂用力一扯铁链 确实哑然 因为另一头传来了强大抗力 他根本无法扯得动 这怎么可能呢 阳魂会被优寒铁克制得很惨 这个阳魂怎么还会有力气 还是你过来吧 灵寒爆发力量 一扯铁链 顿时 那头大阴魂便向着灵寒亮枪而来 怎么可能 大阴魂用嘴形说道 然后连忙大吼一声 身上又是几道铁链向着灵寒打了过去 砰 砰 砰 灵寒以另一只拳头相挡 每一拳下去 便将一条铁链给打了回去 尾盾于地 就好像被击中了七寸一般 大阴魂大惊 这个阳魂是变态吗 他连忙将身上的铁链全部抛到了地上 然后掉头就跑 来都来了 这么急着走干嘛 灵寒笑道 将手中的铁链一挥 向着大阴魂打了过去 在他的力量贯注之下 铁链的速度飞快 迅速追上了大阴魂 然后打了上去 不过 大阴魂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 依然跑得飞快 灵寒哑然 一边追 一边将铁链收了起来 然后恍然 原来 铁链的另一头涂抹着一种特殊的东西 这隔绝了优寒铁的森寒 也就没有了杀伤力 难怪这大阴魂敢将铁链缠在身上 灵寒倒转铁链 然后再抽 啪 一记抽中 那大阴魂立刻发出惨叫 它是阴魂 同样要被优寒铁所克制 它一个亮相 差点跌倒 灵寒已是冲了过去 以铁链将这头阴魂捆了起来 让这头大怪顿时惨叫连连 它拖着这头大怪离开了阴魂大军的必经之路 打算好好地审一下 说 你是谁 灵寒问道 那大阴魂倒也应戏 道 阳魂 你不要得意 敢闯入阴间 西莫王知道了 一定会抓到你 将你给生喷活泼了 还真是嘴硬 灵寒伸出了右手 轰 毁灭能量沸腾 大阴魂立刻露出了畏惧之色 这种高层次能量对它有着本质上的克制 让它从灵魂深处感到害怕 先说自己的名字 灵寒说道 大阴魂的脸部扭曲了一下 道 我叫图森 这什么鬼名字 灵寒盯着这头大阴魂 是不是故意造个假名字来忽悠自己 不过 这也无所谓了 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你是怎么开启灵智的 灵寒又问 大阴魂露出茫然之色 道 我本来就拥有灵智 何来开启之说 灵寒冷笑 将右手按了上去 啊 大阴魂立刻惨叫 毁灭能量恐怖无边 瞬间就将它的灵魂毁灭了一小半 灵魂不是肉身 少掉一点也没事 只是会虚弱一些而已 但一下子就少了近半 这影响就大了 让它的实力直线跌落 你没有机会了 再不说实话 我就杀了你 灵寒淡淡说道 反正 我相信只要跟着这些阴魂走到底 也能发现真相 大阴魂顿时耸了 道 我能够诞生灵智 是本体通过不断地吞噬其他阴魂 强大到一定程度后 灵智自开 第3998章幽灵魂经 这话听着很有道理 但是 灵寒看向远处那些不断前进的阴魂 却是摇了摇头 道 这些阴魂为什么没有互相吞噬 这个 我也不知道 大阴魂说道 灵寒哈哈一笑 我的记性没有那么差 之前你来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阴魂少了 原来是我觉得糊 所以 你是在故意引导这些阴魂去某个地方 大阴魂目瞪口呆 怎么这个阳魂的智商这么高 你以为 我也是像你一样刚刚诞生灵智吗 灵寒痴然说道 双方的智商根本不在一个级别好不好 大阴魂无言以对 别忘了 你只有一次机会 灵寒淡淡道 大阴魂迟疑了一下 才道 在前方 放着一小块幽灵魂精 那对于低阶阴魂来说是无法抵抗的诱惑 所以 他们都会被吸引 然后展开争夺 在这样的争夺之中 阴魂之间会彼此吞噬 最终便会诞生灵智 灵寒点点头 这才合乎情理 既然幽灵魂精这么有用 为什么你没有夺取呢 大阴魂又犹豫了一下 才道 那是卡扎拉大人放在那的 用意就是产生有灵智的阴魂 成为他的手下 过 怎么又来了一个卡扎拉 灵寒问道 来来来 别问一句说一句的 把你知道的东西都说出来 嗯 就从你诞生灵智之后开始吧 大阴魂说 灵寒则是听 这其实也不复杂 灵寒现在所处的地方 为西末王的地盘 而这西末王便相当于教主级的强者 西末王之下 还有七尊真君级别的大阴魂 而这七头阴魂大将的手下 自然还有真我敬 生丹敬的阴魂 皆是开启了灵智 怎么开启的 很简单 互相吞噬 吞噬到一定程度了 就能诞生灵智 不但如此 只要不断地吞噬同阶 阴魂还能继续变强 比如西末王 他就是从真我敬开始 吞噬了不知道多少亡魂 才终于成为教主级的 为什么他是从真我敬开始的呢 因为西末王生前就是一名强者 所以死后的阴魂也十分强大 起点要远超其他阴魂 而达到了教主级后 西末王在吞噬普通阴魂 已经不可能再有提升 所以他想要变得更强 就只有去吞噬同为教主级的阴魂 但是同为教主级 谁比谁弱 因此这些超级强大的阴魂 便会努力培养手下 建立一支军队 帮助自己 当然了 要是手下不断地变强 突然进阶了 西末王也不介意将这个手下给吞噬了 只是光开启灵智 就不知道要吞噬多少阴魂 然后会越来越困难 想从化灵境跨境小成境 难如登天 不知道要几万年 甚至十几万年才能出现一个 还好的是 阴魂可没有受缘限制 大可以就这么一直等下去 林寒山深地吸了口气 虽然这个动作十分多余 他们正在一名教主及阴魂的地盘上 要是不小心遭遇到了这样的强者 那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 灵魂回不去 肉身便会慢慢腐朽 他只是念头一转 便决定继续 如此壮大灵魂的方式真是太简单 太容易了 让他好像上瘾了一般 怎么也戒除不掉 小心一点就是了 他一拳轰杀了那头大阴魂 灵魂自然又壮大了一截 这是一头生丹静的阴魂 滋补效果要比其他阴魂强出一截 灵魂继续狩猎阴魂 但这一次他便没有将所有阴魂都是截了下来 而是放了一半出去 反正这里的阴魂多的是 杀了一阵之后 他就停下来 净化灵魂 就这样 仅仅只是一个月后 灵魂便发现自己的灵魂强大到了极致 好像一只水袋 已经装满了 长得难受 他的灵魂已经达到了生丹静的巅峰 在轰杀几头阴魂之后 灵魂的灵魂强度就越过了生丹这道坎 挺进了真我境 当然了 只是强度超过了生丹 在境界上他还是生丹 灵魂也没有想要跨越过去的意思 这靠击杀阴魂 强行提升灵魂强度 而不是自己修炼出来的 这毕竟是不靠谱的 就好像以天才地宝直接提升修为 这样成就的境界又有什么意义 同阶一战的实力绝对低得可怜 所以 灵魂现在只是提升灵魂强度 但灵魂的境界则是放在那里 等回到了肉身 再与肉身一起提升 那样修出来的境界才强大 不过 当他的灵魂强度迈进真我级别后 击杀阴魂就无法再让他有所提升了 如果没有遇到之前那头大阴魂 灵魂肯定会不解 但现在他知道 这是一个瓶颈 以后只能击杀真我境的阴魂 才能继续提升灵魂强度 这就快不了了 因为真我境的阴魂就那么些 而且莫不开启了灵智 想要猎杀便非常困难 而且 这种级别的阴魂都可以说是 西莫王手下的德力干将 死了一个肯定便会引来注意 展开大搜索 所以 他必须小心 但还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幽灵魂精 这为什么可以让阴魂趋之若鹜 便是因为这可以提升阴魂的实力 让阴魂有一种出于本能的需求 幽灵魂精既可以提升阴魂 而对于他们这些阳魂来说 同样也是滋补圣品 灵寒便决定去偷幽灵魂精 他沿着重阴魂前进的方向走 行了差不多半天之后 只见那些阴魂都是变得急躁不安起来 而灵寒也隐约感应到 前方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香味 让他浑身舒服 那就是幽灵魂精吗 再往前一段 并见阴魂开始互相厮杀起来 战胜的一方会把失败的一方吞噬 从而强大了一大劫 这样一来 胜者欲强 脱颖而出 灵寒并没有靠得太近 他是阳魂 于阴魂来说 他的诱惑并不会比幽灵魂精差多少 只是他很好地收起了灵魂波动 除非用肉眼看到他 这才可以发现他 从魂力的强度来说 真我级别的目力也就是千丈左右 嗯 灵寒亚然 向着邪策方看去 那里的阴魂暴动 好像发了狂誓的 第三千九百九十九章自私 怎么回事 灵寒看了过去 只见几道耀眼的灵魂之光冲天 他站在这么远的地方都能清楚地看到 阳魂 靠 是刚进来的那伙人 他们显然也尝到了田头 跟着那些阴魂一直杀到了这里 等于进了一座宝山 宝物随地可取 可问题是 他们显然没有像灵寒那样 抓到一头开启了智慧的阴魂 得知这里可不光光只有机缘啊 这有教主级的阴魂 可怕无比 这么招摇 先命长吗 因为隔得太远 而那几个人又被阴魂包围了 他看不清到底是谁谁谁 嘿 这说不定是个机会 灵寒现在的灵魂强度已是挺进了真我境 再加上毁灭能量的恐怖 估计便是弱一些的化灵级别的阴魂也能干干 教主级的老阴魂不出 他应该不会有性命之为 正好 利用这些人将大阴魂吸引出来 他则趁机出手干掉 灵寒打定主意 便在一边坐着 定定心心地等待 反正小怪对他已经完全没有帮助了 就让他们彼此厮杀 产生大怪 才能为他所用 而且了 幽灵魂精又不会跑了 哈哈哈哈 没想到这里居然闯进来了几个阳魂 真是美味可靠啊 一声长啸之中 只见一头大怪出现 他也是人形的 但浑身长满了幽绿色尖刺 长有齿鱼 瘦宁无比 这大怪一出 那些小阴魂好像遇到了克星似的 漠布纷纷退后 显得敬畏无比 虽然普通阴魂并没有开启灵智 但这是一种本质上的压制 便是没有灵智也会本能地生起恐惧 就好像高阶凶兽对于低阶凶兽的压制 完全来自等级 这些阴魂一退 灵寒便看得清楚 只见那一共五人 从灵魂演化的模样来看 他们应该都是男性 咦 居然有一头开启了灵智的阴魂 那五人看到大怪之后 也露出了惊讶之色 不好 这头阴魂的压迫力太强了 极可能达到了真我镜 有一人立刻说道 这让其他四人皆是脸色凝重 虽然灵魂上的等级压制会小上许多 但是 这毕竟差了一个大境界 而且 真我镜开始修灵魂 所以 真我镜的阴魂相对来说也会强大许多 大嘎 阳魂们 你们说的没错 那头大怪怪笑道 本作乃是真我镜级别 你们的魂光是那么暗淡 在本作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不过 你们乃是阳魂 品尝起来应该美味之极 他杀了过来 一掌拍出 那五人虽然如灵大敌 但并没有惊慌失措 毕竟在外界他们都是惊艳一个心育的爵士天才 怎么可能连起码的镇定都做不到 阴魂也只是阴魂 在强义有限 一名阳魂说道 他挥手打出了一道光 有弱化破黑暗的阳光 无比耀眼 咦 那大怪吃了一惊 伸手格挡了一下 将这道光拍灭 但他的手上却是冒出了一道清烟 魂体削弱了一丝丝 当然了 对于他庞大的体量来说 这丁点的损失为乎其为 完全不用在意 阳魂还真是有些难缠 大怪说道 然后身体一震 便见一道锁链甩了出来 向着那五人横扫而去 那是忧寒铁 五人皆是运转魂术 向着大怪轰去 他们皆是顶尖天才 掌握了魂术并不稀奇 魂术可以大幅提升灵魂的战力 五大天才联手 威力惊人 然而 大怪却是真我境 而且还不是刚刚跨入真我境 乃是吞噬了许多的同阶阴魂 让他的魂体强度达到了真我境后期 因此 这鸿沟就巨大了 不是区区魂术就能弥补的 五大天才联手意识匹敌不过 被大怪杀得无比狼狈 林寒正想出手 只见那五人的联盟却是突然瓦解 有一人猛地掉头就走 致同伴门于不顾 他利用其他四人来拖住大怪 为自己的逃生赢得时间 王恩 你太卑鄙了 立刻有人赤道 然后他也转身开跑 如此一来 这同盟瓦解的速度更快了 另外三人也不甘牺牲自己 联盟也转身开逃 林寒眉头一皱 他本来已经决定出手了 可看到这五人的模样 确实让他心寒 这种人 自私自利 有什么好救的 他收回了目光 转而向着所有阴魂冲击的中心而去 幽灵魂精肯定变在那里 他杀了过去 阳魂于阴魂来说 是甜美到无法抗拒的诱惑 附近的阴魂立刻涌了过来 如同洪水包围 林寒没有恋战 现在这种小角色已经无法为他带来好处 他身形急纵 只有实在无路可走了 他才会出手 将前方的阴魂轰碎 不消都时 他已是来到了正中心的地方 只见这里突兀地矗立着一根石柱 粗有几丈 但高度却有百丈 而到了这里之后 林寒便能清楚地感应到 石柱的顶端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无比地吸引他 幽灵魂精在石柱之顶 林寒立刻开始攀登 手足并用 速度飞快 不消几秒 他就来到了石柱的顶端 果然 上面放着一颗黑色的金石 近乎透明 却又有着无数道纹路 盯着看的话 好像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将灵魂也吸收进去 林寒毫不客气 将这颗黑色金石抓了起来 然后以灵魂包裹 将之储藏在了体内 他一跃而下 砰 魂体撞击地面 顿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 只见一道道 阴魂被他先飞 在天空中化作了稻草一般 这里在无价值 林寒急速而行 这种用来制造灵质阴魂的地方 肯定不止一处 所以 他只要去别的区域 肯定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幽灵魂精 一边飞奔 林寒一边以魂体炼化着幽灵魂精 只觉一股股佩然的力量涌进体内 让他的灵魂壮大着 速度虽然没有杀戮阴魂来得快 但也不算慢了 关键是 他现在杀普通阴魂已经没有收益了 因此 幽灵魂精的价值就体现了出来 站住 一个声音突然在他的体内响了起来 他是魂体 因此 这声音其实是通过神式传音而来的 林寒扭头一看 后面正有一人在追过来 正是之前那五人组中的一人 而且还是第一时间逃走的王恩 第四千章王恩 咦 这人追过来干嘛 而且一副来势汹汹的模样 林寒停下脚步 淡淡道 有何指教 我看到了 你从石柱上拿走了一样东西 现在将它交出来 王恩双手赋于身后 一副吃定林寒的淡定 先前落荒而逃的狼狈 已经完全不见了 林寒不由失效 我得到的东西 为什么要给你 因为我比你强 王恩说道 一脸的理所当然 林寒摇摇头 你强 刚才是谁不敌阴魂 不顾同伴而逃的 王恩顿时色变 因为是灵魂体 所以它变化的可不仅仅是脸 而是整个身体 于它来说 这是一个大污点 居然利用同伴托住敌人 而自己逃生 虽然那些同伴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也立刻跑路开溜了 但是 不能否认的是 它是第一个跑的 它可以做 但绝不允许别人说 更不能当着它的面说 你还真是在找死啊 王恩冷然说道 已是杀意沸腾 林寒完全无所谓 淡淡道 我也不是愤青 也懒得理会你们这种人互相坑 但你非要贪心作祟 惹到我的头上来 那只好花点手脚 将你轰杀成渣了 哈哈哈哈 王恩大笑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它可是生丹后期的存在 而这些天一直在击杀阴魂 灵魂强度已是达到了生丹圆满 无比强大 一个小小的生丹出奇 居然敢说要轰杀自己 这不可笑吗 哪怕灵魂的杀戮效率与他一样 那现在灵魂强度也顶多达到生丹中期 又怎么可能与他媲美 好 既然你这么狂 我就成全你 王恩杀了过来 一掌向着灵魂扣去 只快要打到灵魂的时候 他的掌心才放光 有一团烈焰沸腾 要直接烧尽灵魂的灵魂 灵魂挥拳相迎 天道火燃起 以火对火 砰 两人对轰一计 只见王恩立刻被震飞了出去 生丹圆满怎么能够与真我敬媲美 什么 王恩再次变色 但这一次就不是羞恼而是震惊了 这个小子怎地会那么可怕 不是生丹出奇吗 怎地灵魂会如此强大 达到了真我敬级别 难道他是帝族传人 从小就以天才地保养魂 才让灵魂强度超过真实境界整整一个层次 他不由骇然 地族这两个字就相当于大山 任你如何的添交绝宴 在这两个字面前也要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除非你能成就祖王 不然永远只能对地族客客气气 成胜了也不可能在地族中横行霸道 不过现在的问题可不是地族不地族 而是对手太强了 他根本打不过 走 他转身 立刻飞奔 这次真是踢到了铁板上 他怎么也无法想到 一个生丹出奇居然拥有真我敬级别的灵魂强度 不行 他要去击杀更多的阴魂 将自己的魂力也提升上去 然后以魂器将这个人杀死 只要灵魂一灭 那他得罪地族的事情就无人知晓了 然而 他才跑了两步 却赫然发现灵寒已是追进 他的速度没有灵寒快 这时自然 都没有办法施展身法 那肯定是谁的灵魂更加强大 谁的速度就更加快了 王恩一咬牙 只见脑袋近视裂开 然后浮现出一口青色长剑来 此剑一出 灵寒立刻感觉到一股寒意 与优寒铁带给他的感觉非常像 咦 这也是专门针对灵魂的法器吗 等等 他是怎么带进来的 我有魂器在手 你若咄咄逼人的话 大不了拼个玉石剧焚 王恩书道 他只剑在手 并没有出击 这是魂器 灵寒暗暗点头 若非灵魂级别 又怎么可能带进阴间呢 看来 这些大家族大势力的传人 还真是底蕴深厚 明明这次入阴间事先完全不知情 可人家就是准备好了魂器 这就是底蕴了 灵寒一笑 那要谢谢你送宝给我了 什么 王恩先是一愣 然后大怒 对方这的是多么看不起自己 认为他拿着魂器也是摆设 只会将宝物拱手让给对方 你还真是狂啊 王恩咬牙道 实话实说 灵寒出手 向着王恩逼了过去 找死 王恩直剑而斩 这是魂器 放在阳间使用的话 那威力太小了 因为只能针对灵魂 而谁的灵魂不是在世海中 有肉身保护 根本不可能被魂器所伤 但在阴间 这完全就是大杀器了 刷 一剑斩来 寒光如斥 灵寒以毁灭能量包裹着拳头 然后迎击过去 王恩一剑 不又又喜又怒 敢以肉拳来迎击魂器 这使得多么看不起他 哪能不让他生怒的 但是 这也是对方在自寻死路啊 这一剑下去 至少也要斩了对方五分之一的灵魂 让对方的灵魂强度跌落真我尽 砰 拳头迎上了魂剑 但让人择舌的一幕出现 剑居然被挡下了 什么 网恩叫道 灵魂连一波动如沸 他真要被吓死了 这怎么可能呢 灵魂硬扛魂器 不 那黑色的能量 网恩看得仔细 正是在这层黑色能量的包裹下 灵寒的拳头才挡住了他的剑锋之锐 呲 这是什么高层次能量 居然挡得下魂器 灵寒淡淡一笑 我说过了 你只是给我送宝而已 网恩咬牙 奋力将剑抽了回来 然后又是一剑向着灵寒斩去 灵寒只是一笑 挥拳迎上 砰砰砰 在毁灭能量的包裹之下 他完全可以立扛魂器 他的灵魂强度可是完全碾压网恩 而对方的魂器又无法发挥效果 那网恩自然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灵魂冲击 嗡 一道波动向着网恩冲击过去 在现在这局面之下 网恩又怎么可能躲闪得掉 顿时被轰中 整个灵魂体都是一僵 他原本就处于劣势 怎么允许出现这样的失误 哼 灵寒一拳轰过 以毁灭能量直接将对方的灵魂体湮灭 网恩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 便彻底消散了 但空气之中物资有着他不甘的怨念 一名生丹后期的天骄 居然死在了生丹初期的手里 谁都会不甘心的